紧迫 男爵只剩下很少几天可供利用了 他俩感到 去反抗这个被惹火了的孩子的执拗劲是没有用的 于是他俩只好采取最后的 也是最卑劣的一招 逃 摆脱开他的专横统治 哪怕是一两个小时也好 把这封信送到邮局去记刮号 母亲对Edgar说 母子两人站在前厅里 男爵在外边正和一架出租马车的车夫谈话 Edgar狐疑地拿着这封信 他想起来 过去都是有个仆役给母亲跑腿的 他们是不是在合谋算计他呢 他犹豫不决 你在哪儿等我 在这里 一定 是的 你可不要走开啊 你在前厅这儿 一直等到我回来 由于他感到自己占了上风 所以同母亲说话时 带着命令式的口吻 从前天起 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 他拿着两封信走了 在门口 他和男爵打了个照面 Edgar同他搭话了 两天来 这是第一次 我去发两封信 我妈妈在等我 等到我回来 你们 你们可不要先走掉啊 男爵急忙从旁边挤了过去 好的好的 我们等你 Edgar向邮局奔去 他得等着 他前面的一位先生提了一大堆无聊的问题 Edgar终于办完了他的事 拿着挂号单跑了回来 回来时正赶上看到他母亲和男爵坐着出租马车走了 他气得呆住了 几乎想弯腰拾起一块石头向他俩置去 他俩到底把他摆脱掉了 但是撒了一个多么下流多么卑鄙的谎啊 他母亲说谎 这他昨天就知道了 但他居然能这么不要脸说话不算数 这就把自己对他的最后一点信任也摧毁了 他看到的那些言词 只不过是些色彩缤纷的水泡 它们膨胀起来 一碎就化为乌有 而他从这些言词后面揣摩到了事实真相 从此 他就不再能理解整个生活了 这会是一个什么可怕的秘密 居然是成年人欺骗他这么一个孩子 像罪犯似的偷偷溜走 在他读过的那些书里 人们为了得到金钱 或者是为了攫取权力和亡国 而进行谋杀和欺骗 可这却是为了什么 这两个人要干什么 为什么他俩要躲避他 他们撒了上百个谎 究竟想遮掩什么呀 他绞尽脑汁 明思苦想 他隐约的感觉到 这项秘密就是童年的一把门栓 获得这项秘密就意味着 长成一个大人 长成一个男子汉了 哦 一定得掌握这个秘密 但他没法进一步清晰地去思考 他俩摆脱了他 这件事燃起了他的愤怒 给他清澈的目光 蒙上了一层烟雾 孩子跑进树林 恰好来得及躲入暗处 使别人都看不到他 这时他哭了起来 泪如泉涌 撒谎 狗东西 骗子 流氓 他必须大声地 把这些话喊出来 否则他会憋死的 愤怒 焦急 恼恨 好奇 一筹莫展 和他俩这些天来的背叛 都被压制在孩子气的斗争里 被禁锢在他把自己想象成 大人的幻觉之中 现在一起蹦出胸膛 化出了泪水 这是他童年时代的最后一次哭泣 最后一次嚎啕大哭 他最后一次像女人一样 哭一阵就感到痛快些 他在这不能自制的愤怒时刻 把所有一切都一股脑哭了出来 信任 热爱 虔诚 尊敬 他的 整个童年 男孩回到旅馆之后 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 他十分冷静 办事谨慎而周密 他先回到自己的房间 把脸和眼睛细心地擦洗干净 不让他俩看到他有泪痕 不让他们享受胜利的喜悦 随后他就准备进行清算 他耐心地等候着 毫无不安的感觉 当马车载着这两个逃亡者返回旅馆时 前厅里有很多的人 有几位先生在下棋 另一些人在看报纸 女人们在闲谈 在这群人中间 孩子一动不动地坐着 他面色显得有些苍白 目光闪烁 现在他母亲和男爵进门 突然看到了他 感到有些尴尬 男爵正要结结巴巴地 将他事先编好的谎话时 孩子挺直身子 安详地朝他俩走去 挑衅地说道 男爵先生 我有话同您谈 这使男爵感到不快 他有种像被抓住了的感觉 好的好的 以后再说 以后吧 但是Edgar提高了嗓门 声音响亮而严峻 周围的人都听得清 可是我现在想同您谈 您做得太卑鄙下流了 您骗了我 您是知道的 妈妈在等我 可您 Edgar 母亲喊了起来 向他扑过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朝母亲望去 但是孩子现在 却突然刺耳地叫了起来 因为他看到妈妈 要把自己的话压下去 我当着大家的面 再对您说一遍 您无耻地撒了谎 这是卑鄙的 这是下流的 男爵站在那里 面色苍白 人们都望着他 有几个人 怯怯地笑了起来 母亲抓住了 激动地发抖的孩子 马上回到你房间里去 要不然 我就在众人面前 揍你一顿 他声音沙哑 结结巴巴地说道 但是Edgar 站在那里 又恢复了平静 刚才这样冲动 他觉得遗憾 他不满意自己 因为本来 他是想要冷静地 向男爵挑战的 只是到最后一刻 愤怒竟比他的意志 更为厉害 他安详地 从容不迫地 向楼梯走去 请您原谅 男爵先生 原谅他的粗野 您知道 他是一个神经质的孩子 母亲还在 他结结巴巴地说 周围的人都盯着他 目光里流露出 有点幸灾乐祸的神情 这使他惶惑不安 世界上再没有比丑闻 更使他感到可怕的了 他知道他必须保持镇定 他不是立刻就溜走 而是先到门房那里问问 有没有他的信件 以及说几句无关紧要的小事 随后才快步走上楼去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 但是在他身后 是一片窃窃私语 和压低的笑声 半路上他放慢了脚步 面对这种糟糕的处境 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同时他也对这场争吵感到恐惧 他无法否认这是自己的过错 还有他怕孩子的目光 害怕孩子这种新的陌生的和奇怪的目光 这目光使他瘫痪和惶恐不安 由于畏惧 他决定用温柔的办法来试一试 他知道 在这样一场斗争中 这个被激怒了的孩子是强者 他轻轻地拉开门 孩子在那里坐着 平静而冷淡 他望着妈妈 眼里毫无聚色 也没露出任何好奇的神情 他显得泰然自若 哦 Edgar 他尽可能亲密地开始说 你怎么了 我为你感到害臊呢 你怎么这样粗野 还是一个孩子就这样对待大人 你得马上去向南爵先生道歉 Edgar望着窗外 这个不字 他像是对着树木说的 他那镇定的神情 使母亲感到惊奇 陌生 哦 Edgar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变得和往常大不一样了 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 往日你是个聪明的乖孩子 人们都喜欢你 可你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 像是让魔鬼缠住了似的 你为什么那样很难觉 以前 以前你是非常喜欢他的呀 他对你一直是那么好 是啊 因为他想认识你 母亲感到很不识味 胡说 你想到哪儿去了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这下儿孩子可光火了 他是个爱撒谎的人 一个伪君子 他所做的都是为了自己 是卑鄙的 他想要认识你才对我表示亲热 还答应送给我一只狗 我不知道他答应了你什么 为什么对你那么亲热 但是他也要从你身上得到点什么 妈妈 这是肯定的 要不他不会这样客气友好的 他是一个坏人 他撒谎 你只要瞧一瞧他那样子 有多虚伪 哼 我恨他 恨这个卑鄙的骗子 这个流氓 哦 Edgar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母亲不知所措 也不知该怎么回答 他心里激起了一种感情 觉得孩子是对的 真的 他是个流氓 这我是不会看错的 你自己一定也会看出来的 他为什么怕我 他为什么躲避我 因为他知道我看透他了 我认识他 这个流氓 哦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母亲的脑海里已经枯竭了 只是用毫无血色的嘴唇 结结巴巴的一再重复这两句话 现在他末地感到害怕了 但是并不知道是怕男爵呢 还是怕孩子 Edgar看出他的告诫起了作用 把母亲拉到自己这一边 成为仇恨男爵 反对男爵的一个同志 这个思想在引诱着他 他温和地走到母亲身边 拥抱着他 他的声调由于激动 变得像在讨好似的 妈妈 你一定会自己看出 他不会干什么好事的 他都把你变成另一个人了 不是我 而是你变了 他怂恿你来反对我 只是为了独个跟你好 他肯定会欺骗你的 我不知道他答应给你什么 可我知道他不会遵守诺言 你应当提防他 谁骗了一个人 那他也会骗另一个人 他是一个恶人 你不应该相信他 这声音充满感情 几乎是声泪俱下 像是出自母亲本人的心胸 母亲心里已经产生了 一种不愉快的感觉 这种感觉告诉他的 与孩子所说的一样 恳切 重恳 但是他不好意思 向自己的孩子承认 他是对的 母亲像许多人一样 常用一种粗暴的方式 来拯救自己 使自己摆脱 由强烈感情的冲击 所造成的狼狈处境 他愿怒的挺了挺身子 小孩子能懂得什么 这些事不用你来多嘴 你应当有礼貌 就这些 Edgar的脸上又泛起一片冷意 他生硬的说 随你好了 反正我警告过你了 那么说 你是不准备去道歉了 不 他俩面对面站着 满脸怒气 母亲觉得 这关系到自己的威望 那你就在楼上用餐 一个人 在你没有道歉之前 不准到我们桌上来 我要教你懂的规矩 不得到我的许可 不准离开房间 听懂了吗 Edgar微微一笑 这种不怀好意的微笑 像是与他的嘴唇 长在一起的 在内心 他却对自己发火 他多愚蠢 竟然又一次泄露了他的终曲 而且还对他 这个撒谎的女人发出警告呢 母亲快步走了出去 连一眼也没看孩子 他惧怕这双犀利的眼睛 自从感觉到 孩子已经看出了一切 并告诉他 这件他不想知道 也不想听到的事情后 这孩子就使他感到讨厌了 使他感到惊恶的是 他仿佛听到一个声音 他的良知离开了他的躯体 乔装成孩子 乔装成他千生的孩子 在他身旁走来走去 在警告他 在警告他 嘲弄他 直到现在 这个孩子一直生活在他身边 是一件装饰品 一个玩物 是一种爱和羡赖 有时也是一个累赘 但不论是什么 都总是同他生活在同一激流中 合着他生活的节拍 这孩子今天第一次放肆起来 反抗他的意志 现在 在他对孩子的回忆中 总是夹着某种 类似仇恨的东西 不仅如此 现在当他稍感倦意地 走下楼梯时 从他自己的心胸中 响起了孩子的声音 你应当提防他 这个警告总是不肯揭没 这时 他从一面闪亮的镜子前面走过 他询问般地向里望去 越望越深 越望越深 直到镜子里的嘴唇 泛起一丝微笑 并围成圆形 像是要吐出一个危险的字眼似的 从他的内心深处 还响着这种声音 但是他高高地怂怂肩膀 犹如要把所有这些 看不见的思虑 全都抖落下来似的 朝镜子里快乐地看了一眼 扯了扯衣服 戴着一个赌棍 把最后一枚金币 叮当一声抛到赌台上去的 那种果断的神态 走下楼去 试者把晚餐 给Edgar送到房间里 随后就锁上了门 门上的锁 躲在他身后嘎嘎地响着 孩子愤怒地跳了起来 很明显 这是受他母亲的指示 把他像一头凶狠的野兽似的 关了起来 他心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把我关在这里 下面在干什么呢 现在他们两人在商量些什么 如果到头来 这个秘密就在那儿 难道我就把它错过了 一旦我在大人们中间 我就能到处找寻这个秘密 在夜里 大人们把门关起来 把这个秘密沉浸在轻言续语中 要是我能偷偷地进到里面 这巨大的秘密就在面前 几天来我已经接近了他 可就是还一直没有把他抓住 从前为了抓住他 我什么都干过 那时候我从爸爸的书桌里 偷了些书出来 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书里都有 只是我不懂 这个秘密一定贴着个什么封条 要想找到它 得先把这封条接去 这封条也许是在我身上 也许是在别人身上 那时我问过别的女仆 求她把书里这些地方 给我讲一讲 但是她把我嘲笑了一顿 我做个孩子太可怕了 好奇心重 可是不许问别人 在大人面前总是显得很可笑 好像是傻瓜和废物似的 但是我会把这个秘密弄清楚的 我感到现在很快就会知道了 我已经掌握了一部分 不把她全部弄到手 绝不罢休 她递听是否有人来 外面 微风吹拂着树林 把枝条之间 静如明镜一样的月光 碎成无数摇曳不定的小片 他们俩想干的 一定不会是什么好事 要不他们干嘛 要编造那么卑劣的谎言 来把我支开 他俩现在肯定在嘲笑我 这两个该诅咒的 到底把我甩开了 但是最后笑的是我 我真太蠢了 不去紧紧盯住他们 亏是他俩的一举一动 反倒让人关在这里 我知道 大人往往都不怎么谨慎 他俩一定会露出马脚的 他们总认为 我们孩子还很小 晚上睡得死死的 可他们忘了 我们也会假装睡觉 而去偷听 我们也能装傻 而实际上十分聪明 前不久 我的姑姑生了孩子 这事大人早就知道了 可是在我面前却装作 惊奇的样子 仿佛感到很意外似的 其实我也是知道的 因为我听他们说过 那是几星期前的一个晚上 他们以为我睡着了 就谈论起来 这一次 我也要让他们惊讶一下 这两个卑鄙的家伙 哼 现在他俩一定自以为很保险 我要是能穿门出去 前去侦查 暗地里注视他俩 那该多好 也许 我现在该按铃吧 这样女仆就会来开门 问我要什么东西 或者 我吆喝骂人 摔碎餐具 那他们也会来开门的 这一袋 我就可以溜走 去窃听他俩说话 不行 我不能这样做 不能让别人看见 他们对我是如何卑鄙 我以此为骄傲 明天 我再跟他们算账 楼下传来一个女人的笑声 Edgar一争 这可能是他母亲 哦 他倒是有理由发笑 有理由嘲弄自己 一个小孩 一个走投无路的人 要是他让人觉得累赘的话 就把他锁在房间里 像扔团湿衣服一样 往墙角一甩了事 他小心翼翼地 把头探出窗外 不是 不是妈妈 是一个他不认识的放肆的姑娘 在和一个小伙子斗趣 就在这一时 他看到窗户离地面并不是很高 不知不觉他起了一个念头 跳出去 现在他俩肯定自以为很保险 我正好去偷听 这个决定使他兴奋得全身发热 仿佛他已经把这个童年时代 闪闪发光的 显得十分巨大的秘密 掌握在了手里似的 跳出去 跳出去 他颤抖着 毫无危险 没有人从这里走过去 于是他就跳了下去 只有鹅卵石发出轻微的声响 没有一个人听到 这两天 捏手捏脚和窥视 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他轻轻提起脚步绕着旅馆走 小心翼翼地避开灯光的强烈反照 这时他有一种快感 这快感同因恐惧而起的轻微站立 混在一起 他先是谨慎地把面颊 紧贴在餐厅的玻璃上 向里张望 他俩常坐的位置上是空的 随后他逐个窥视各扇窗户 他不敢进旅馆去 因为怕在过道中间凑巧碰上他们 到处都找不到他俩 他感到绝望了 正在这时 他看到两个影子从门里闪了出来 他往回一缩蹲在暗处 他母亲和那个形影不离的伴侣出来了 来得正是时候 他们在谈些什么 他无法了解 他们说得很轻 风在树林里变得不安起来 忽然飘来一阵十分清晰的笑声 这是他母亲的声音 这笑声他从来没有听见过 笑得少有的刺耳 像是被搁着 被刺激引起的神经质的笑声 他感到这笑声很陌生 心里大为惊恶 他在笑 那就是说没有什么危险的事了 不是什么要对他隐瞒的大事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Edgar感到有些失望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离开旅馆 现在夜都深了 他们到哪儿去呢 风在高空中挥动着巨大的翅膀 夜空刚才还很洁净 重溢着月光的清晖 现在变得昏暗了 无形的手撒开了黑色幕布 有时把月亮包裹起来 使夜变得漆黑一团 几乎连路都难以辨认 当月亮重又露出来时 一切又都被撒上了光辉 银色的月光 冷冷地卸在周围的山川树木上 光和影之间 进行着神秘莫测的游戏 像是一个女人 时而赤身裸体 时而裹着衣服在嬉戏 是那样的诱人 正在这时 四周的景物 又赤裸裸地呈现出明亮的铜体 Edgar从侧面看到 路上有两个移动着的黑色身影 或者不如说是一个身影 因为他俩贴得那么紧 仿佛两人因心里害怕 而紧紧挤在一起似的 可现在 他们两个要去哪里 松树在山淫 林中像是充满了忙碌和喧嚣 宛如在围捕野兽 Edgar想着 我跟着他们 风刮得这么紧 林中这样想 他们不会听到我的脚步声 在他们沿着下面 宽广明亮的大路向前走去时 Edgar在上面的林中 轻巧地从一棵树 跳向另一棵树 从一个树影 跃向另一个树影 他无情地 紧紧跟踪他们 他感谢风 风使别人 听不到他的脚步声 他咒骂风 风老是把他们说的话 刮到远处 要是他能听到 他们的谈话就好了 哪怕是只听到一次 那他肯定就可以知道 这个秘密 下面的两个人 陷步走去 毫无知觉 他们陶醉在 这广阔昏暗的夜色之中 在不断增长的激动中 忘却了自己 没有任何预感 来警告他们 上面树叶浓密的暗处 有人在跟踪着 他们的每一个脚步 有两只眼睛 死死地盯着他们 充满了 仇恨和好奇 突然他俩停住了 Edgar也立即停住了脚步 紧紧贴在一棵树上 一种剧烈的恐惧向他袭来 要是他俩现在往回走 比他先回到旅馆 要是他不能及时赶回自己的房间 母亲发现房间是空的 那该怎么办 这样一来一切都完了 他们会知道他暗地里 亏是他们来着 他就再也没有希望 从他们那里索取这个秘密了 但是他们俩人犹豫不决 显然在争论什么 幸好有月亮 他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南爵指着一条 昏黑狭窄的小路 这条小路通往下面的山谷 在那里 月亮不像这条路上那样 倾泻着他的全部光滑 而只是透过密林 渗出点滴的光亮和稀疏的光线 他干嘛要到下面去 Edgar抽搐了一下 他母亲好像说不 可是另一个却在说服他 Edgar从男爵的手势上 看得出他是多么急切 孩子害怕了 这个人想向他母亲要什么 这个混蛋为什么把他母亲领到暗处去 突然 他从自己所读过的那些书里 这些书就是他的整个事件 那些书里生动地记起了谋杀 拐骗和可怕的犯罪 一定是的 他想谋杀妈妈 正是为此他才摆脱开自己 把妈妈单独引到这里 他该呼救吗 杀人犯 呼喊声刚要冲出喉咙 可是嘴角却发干 喊不出声来 他的神经由于激动 崩得紧紧的 使他几乎站立不稳 由于害怕跌倒 他赶紧去伸手抓一个依靠 这时咔嚓一声 他双手折断了一根树枝 那两个人惊愕地转过身来 凝望着暗处 Edgar一声不响地靠在树上 胳膊紧紧贴在一起 矮小的身体深深地埋在树影之中 死一样的寂静 但他俩像是受惊了 我们回去吧 他听到他母亲说 声音显得未惜胆怯 男爵本人显然也不安起来 他顺从了 两人慢慢地往回走 相互靠得紧紧的 他俩内心的惶恐 就是Edgar的幸福 他用四肢在林中爬行 双手都被划出血来 到了森林的尽头 他就全速往回跑去 气喘吁吁 到了旅馆 三脚两步就蹦上了楼 幸好锁门的钥匙在门上插着 他开了门 冲进房里 躺在床上 他得休息几分钟 因为心在胸膛里 剧烈地跳动着 像是钟蛇 在敲响的钟臂上 那样跳动不已 随后他胆子大了起来 靠在窗旁 等着他们两人的到来 好长时间过去了 他们一定走得很慢 很慢 他从窗框的暗影里 小心地窥视着 现在 他们慢慢地走来了 月光照着他们的衣服 在这绿光中 他们看起来像幽灵似的 男爵真是杀人凶手吗 他刚才阻止了一件 多么可怕的事 这个想法 使他感到既安慰又恐怖 他望着他们粉白色的脸 看得清清楚楚 母亲的脸上 流露出一种鲜喜的表情 这是他从没有见过的 但男爵却显得烦恼和不悦 很明显 这是因为他的意图落空了 他俩紧紧挨在一起 一直到旅馆门前 他俩的身体才互相翻开 他们是不是会朝楼上看 没有 他们谁也没有往上看 他们把我忘记了 孩子想 他怀着一股狂暴的怒气 同时又感到一种 隐隐的胜利的喜悦 哼 我可没有忘记你们 你们以为我睡了 或者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了 但是你们会看到你们的错误的 我要监视你们的一举一动 直到从他这个混蛋手中 把这个秘密弄出来为止 这可怕的秘密 它使我无法入睡 我一定要粉碎他们的同盟 我不睡 那两个人慢慢地进了大门 现在当他俩一前一后往里走去时 两个头在地上的黑影 又疏地纠缠在一起 变成了一条黑色的长袋 消失在光亮的门内 楼前的空地 在月光中洁白明亮 像铺满白雪的辽阔草地 Edgar喘着粗气 从窗户旁退了回来 恐怖在摇歹着他 他在生活里 还从没有这样接近过 如此神秘莫测的东西 书本中那个激动不安的世界 紧张冒险的世界 充满凶杀和欺骗的世界 他原以为只能在童话中 在梦幻的后面 是不真实不可企及的 可现在 他就像突然陷进了 这个充满恐怖的世界之中 一经同他直接接触 他的整个身心 就剧烈地震颤不已 这个男人 这个神秘的人 这个突然闯进 他平静生活的男人 究竟是谁 他光是一个杀人犯吗 为什么老是找偏僻的地方 要把他母亲拉往暗处 看来是要发生可怕的事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明天他要给爸爸写信 或发电报 这是肯定的 可是这坏事 这可怕的事 这迷一样的事 会不会现在就发生 今天晚上就发生呢 他母亲还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还和那个可恨的陌生人在一起呢 在内层门和外层门之间 有可以轻易开启的暗门 里面有一个狭窄的空间 比一个衣柜大不了多少 孩子紧贴着身体 挤进这巴掌大的暗处 以便窥视他们的脚步 他决意不让他们俩 有瞬间的机会 单独在一起 现在是午夜时分 过道上空荡荡的 只有唯一的一盏灯亮着 光线微弱暗淡 他感到 这几分钟的时间 长得可怕 终于 他听到 向楼上走来的 轻微的脚步声 他全神贯注地地听着 这不像是 要回到自己房间去的 那种急步行走 而是一种拖沓 犹豫 非常缓慢的脚步 像是在攀登一条 崎岖难行的 陡峭山路似的 这中间 老是一再地耳语 和走走停停 Edgar激动地 浑身发抖 他俩走到头了 怎么他还是 和妈妈在一起 耳语声听不见 脚步声 尽管还是犹豫不决 但越来越近了 现在 他突然听到了 男爵那可怕的声音 他嘶哑地 轻轻地在说什么 可Edgar听不懂 随之 是他母亲 立即表示异议 哦不 今天不 不 Edgar在发抖 他俩走近了 他什么都可以 听清楚了 他们走向 他的每一步 尽管是那么轻 仍使他的心胸 感到痛苦 那种声音 他感到极为可憎 这该死的家伙的声音里 充满了贪婪 是多么令人厌恶 您不要这样残忍 您今天晚上多美啊 另一个声音说 哦不 我不应当 我不能够 您放开我 在他母亲的声音里 流露出那么多的恐怖 是孩子大吃一惊 男爵还要妈妈什么呢 为什么害怕呢 他俩越来越近了 大概现在已经到了 男爵的门前 他浑身颤抖 现在他就站在 他俩的身后 近在咫尺 只有一层薄布挡着 现在连他们的呼吸声 都能听到了 哦您来吧 Muffield 您来吧 他又听到母亲的喘气声 声音越来越脆弱 抗拒的力量瘫痪了 这是怎么了 他俩又走到黑暗中去了 他母亲没有回自己的房间 竟是过门而不入 男爵要把他拖到哪儿去 他为什么不再说话了 难道男爵往他嘴里塞了团布 把他的喉咙卡住了 这个想法是孩子狂怒了 他用颤抖的手 把门开了一半 现在他看到 他俩在昏暗的过道上 男爵用胳膊搂着他母亲的腰 领着他轻轻走去 看来母亲已经不再抗拒了 现在他在自己的房门前停住了 他要把他弄走 孩子惊慌起来 现在他要下手作恶了 他猛地冲了出去 把门一关就向两人奔去 当他母亲看到 突然有什么东西向自己扑来时 他叫了起来下滩了 男爵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扶住 可就在这一刹那 男爵觉得一个软弱的小拳头 打在了自己的脸上 打得他的嘴唇狠狠地碰在牙齿上 他周身像被猫抓了一样 他把那个受惊的女人放开 女人立即急步逃之夭夭 在他还不知道是谁打他之前 就胡乱地招架 用拳头回击起来 孩子虽然是个弱者 但他毫不屈服 早就渴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他可以把被出卖的爱 积聚起的仇恨 一股脑子激烈地发泄出来 他用自己的两只小拳头乱锤一气 紧咬嘴唇怒火中烧 像发了疯一样 男爵现在也认出是他来了 他对这个密探满腔仇恨 几天来这孩子一直在出他的眉头 破坏他的好事 他狠狠地回击 不管打在什么地方 埃德嘎喘着粗气 但他毫不放松也不呼救 午夜时分 他俩在过道上默默地 咬牙切齿地搏斗了一分钟之久 男爵这才慢慢意识到 他同一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孩子打架 是多么可笑 他紧紧地抓住了孩子 想把他甩掉 孩子这时感到身不由己 直到一会儿就要输了 就将挨打 愤怒中 他朝着那只想来卡他脖子的手 张口就咬 被咬的人下意识地发出一声低沉的叫喊 松了手 孩子就利用这一瞬间 逃回自己的房间 把门拴上 这场午夜的战斗 也在嘲弄他 第二天早晨 当埃德嘎蓬松着头发 从昏乱的恐惧中醒过来时 他自问道 难道这是梦 是一个凶恶的 危险的梦吗 他的脑袋在嗡嗡作响 关节发木僵硬 现在他往下一看 才发现自己还穿着衣服 他一跃而起 蹒跚到镜子前 一望见自己苍白扭曲的面孔 就惊得后退 他的额脚上有一条红肿的血痕 他费力地集中思想 恐惧地回忆起一切 夜里 过道上的那场战斗 他冲回房间 像发烧似的颤抖着 往床上一倒 还是穿着衣服 以便随时可以逃出去 他在那一觉睡了过去 沉入了郁闷的 布满阴云的睡箱 那一切又在梦里再现了一次 所不同的 只是更为可怕 还带着一股流着鲜血的潮湿味道 楼下行走在鹅卵石上的脚步声 沙沙作响 讲话声 像看不见的鸟儿一样 飘了上来 阳光照见了房间 一定很晚了 他吃惊得向时钟望去 可是时针还指着午夜 昨天激动之中 他望了上弦 失去了时间的平衣 这使他不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种茫然若失的感觉 更增加了这种不安 他迅速振作起精神 走下楼去 心中忐忑不安 并感到有些内疚 餐厅里 他母亲一人坐在通常坐的 那张桌子旁 Edgar松了一口气 他的敌人没在 不会看到那张可憎的面孔了 昨天 他在愤怒中 曾用自己的拳头 把那张面孔狠狠揍了一顿 可当他靠近那张桌子时 他感到慌乱了 早晨好 他问候母亲 他母亲没有回答 眼皮都没抬一下 而是用异常呆滞的眼神 望着远处的景色 他显得非常苍白 眼圈留有淡淡的一层红韵 鼻翼神经质地抽搐着 显露出他的激动 Edgar摇紧嘴唇 这种沉默 使他不知所措 他不知道 昨天是不是把男爵伤得很重 也不清楚 母亲是否知道 夜里的那场殴打 这种茫然无知 在折磨着他 母亲的面孔 仍是那样呆滞 这使孩子根本不敢望他一眼 害怕他现在低垂的眼睛 会骤然从沉重的眼皮后面 跳出来 把他抓住 孩子变得安静极了 一点声响也不敢弄出来 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杯子 又把他放了回去 偷偷地望了一下母亲的手指 母亲非常烦躁地玩着汤匙 弯曲的手指 显露出他内心的狂怒 就在这种透不过气的感觉中 孩子坐了一刻钟 期待着什么 但这个时刻并没有到来 一句话也没有 没有一句话 能使孩子从窘迫中解脱出来 他母亲站了起来 根本不理睬他 现在Edgar还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做 独自留在桌旁 还是跟随着母亲而去 最后他还是站起身来 低声下气地跟在母亲的后面 母亲飞快地看了他一眼 同时感到他的尾随是多么可笑 Edgar把步子放得越来越小 以便跟他拉开一段距离 可母亲毫不在意他 静止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当Edgar也走到门口时 房门已经尖尖锁上了 这是怎么了 他完全不得要领 对昨天发生的事 他不再那么自信了 难道他昨天的袭击不对吗 他们是在准备对他进行惩罚 还是新的侮辱 他感觉到一定要出事 很快就会发生可怕的事 处于他与他们之间的是一场 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前的闷热 是带电了两极所产生的电压 只有闪电才能把它释放掉 带着这种预感的重负 他孤独地熬过了四个小时 在房间里走着 他那细长的颈备 被看不见的重量 压得抬不起来 中午 当他来到餐厅桌子前 也完全是一副 忍气吞声的样子了 你好妈妈 他又说道 他得打破这种沉默 打破这种可怕的沉默 像一团阴云那样 悬在他头上的沉默 母亲仍然是不予回答 仍然不理睬他 怀着一种心的惶恐 Edgar觉得 母亲现在对他的怒火 是深思熟虑的 是积蓄已久的 这种火气 他生平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过去母亲发火 总是只爆发一通了事 更多的是神经质的 而不是感情上的 并且一会儿就变成 抚慰的笑容了 可这次他察觉出 这是从妈妈内心最深处 迸发出的一种狂暴的感情 他对这个不小心招来的 强大压力感到吃惊 他几乎无法进餐 在他的喉咙里 翻腾着某种干枯的东西 使他感到窒息 他母亲像什么也没有看到 只是在他起身时 才漫不经心地转过身来说 待会儿上楼来 Edgar 我有话同你说 这语气没有威胁的味道 却是那样冷冰冰的 使Edgar悚然 就像有人突然把一副铁链 套在他的脖子上 他的傲气消失了 像一条被痛打的狗一样 默默地随着母亲上楼 进入房内 母亲有几分钟一声不响 用这种办法继续折磨他 在这几分钟里 他听到钟的滴答声 听到外面孩子的笑声 听到自己的那颗心 在胸膛里砰砰跳动 但是母亲也不是那么 信心十足的样子 因为母亲现在对他讲话时 不是看着他 而是背着他 我不想再谈你昨天的 所作所为了 这简直就是闻所未闻 我一想到这事就感到丢脸 这种后果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现在只想告诉你 这是最后一次 你单独在大人中间了 我已经给你爸爸写了信 得给你找一个家庭教师 或者送你去寄宿学校 好去学一些礼貌 我不想再为你烦恼了 Edgar垂着头站在那儿 他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场白 一个威吓罢了 正题还在后面 他不安地等待着 你现在立即去给男爵赔礼 Edgar一争 但是母亲不让他打断自己的话 男爵今天已经动身走了 你得给他写封信 我口寿 你写 Edgar又是一睁 但他母亲的口气是坚定的 不许还嘴 那是纸盒墨水 坐下 Edgar抬头望去 母亲的眼睛显出果断和坚定 他从没有看到 他母亲是这样严厉专横 他害怕起来 他坐在那里 拿起钢笔 但是把脸深深地扶在桌上 上面写上日期 写了吗 称呼前面空一行 这样写 非常尊敬的男爵先生 警探号 再空一行 我十分遗憾地获心 写了吗 十分遗憾地获心 您已离开了赛莫林 赛莫林是两个M 因此 我想到只能写信 写快一点 字不一定写得很讲究 来请您原谅我昨天的鲁莽 正如我母亲告诉您的 我尚处在一次重病的康复时期 容易受刺激 我经常把看到的事加以夸大 但随即就感到后悔 扶在桌上拱着的背脊 梳得直了起来 Edgar转过身来 他的悖逆精神又苏醒了 这我不写 这不是真的 Edgar 母亲用这声音来威胁他 这不是真的 我没有做什么可后悔的事 我没有做什么坏事 为什么要赔礼 我只是在你喊叫的时候来救你的 母亲的嘴唇变得毫无血色 鼻翼在吸动着 我呼救了 你疯了 Edgar火了 他猛的一下跳了起来 是的 你呼救过 在外面的过道上 昨天夜里当他抓住你的时候 我不能够 你放开我 您是这样喊的 声音很大 我在房间里都听见了 你撒谎 我从没有同男爵在过道里待过 他只是陪我走到楼梯 这种大胆的谎言 使Edgar跳动的心未知一停 母亲的声音并没有吓住他 他用精亮的眼珠凝视着母亲 你没有在过道上 他 他没有把你抓住 没有用暴力搂住你 母亲笑了起来 一种冷酷的 干涩的笑 你在做梦 这对孩子来说太过分了 他现在知道大人会撒谎 会说些卑微的大胆的顿词 会说狡猾的和模棱两可的话 但是 这种厚着脸皮的冷冰冰的否认 当面撒谎 可实在把他惹极了 那这伤痕 也是我在做梦 谁知道你同谁打架了 我可不要和你争论 你必须挺缓 去把信写完 坐那去 写 母亲贪婪无力 在用最后的力量 支撑住自己 但是现在 Edgar内心却连最后一点信任的火花也熄灭了 人们竟然可以像 踏灭一根燃着的火柴棍那样 来践踏真理 这使他想不通 他觉得身上冰冷 全身色缩 他所说的话都变得尖刻 恶毒和肆无忌惮 那么 我是在做梦 在过道里 还有这儿的伤痕 都是做梦 你们两人昨天在那儿 在月光中闲逛 还有他要领你往下走 这难道也是做梦 你以为 我会像娃娃那样 让人锁在房间里 不 不 我才不像你们想的那么傻呢 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 他放肆地紧盯着母亲的脸 这下母亲的力量全垮了 他不敢去看自己孩子的脸 就在这眼前的 被仇恨弄得扭曲了的脸 他的愤怒狂暴地发作起来 去 你必须马上写 要不 要不怎么 现在Edgar变得十分大胆 声音带着挑衅的味 要不我就像打小孩那样打你 Edgar走进了一步 只是嘲弄地笑着 这时母亲伸手就打了他一记耳光 Edgar叫了起来 他像一个淹在水里的人 用双手扑打着四周 又是一记 他耳朵里闷响起来 眼冒金星 他盲目地挥舞着拳头回击过去 他觉得他打着一块软东西 是打在脸上了 他听见一声叫喊 这声叫喊使他恢复了常态 突然他看到了自己 他意识到这事不得了 他打了自己的母亲 羞耻和震惊 剧烈地恐惧袭击着他 他感到非逃不可 钻到地里逃啊逃啊 只要不再看到这目光 他跑出门冲下楼去 穿过房子来到大街上 逃啊逃啊 像是后面有条疯狗 在追他似的 Edgar跑得很远 后来在路边上停住了 他必须抓住一棵树 由于恐惧和激动 他的四肢还在剧烈地颤抖 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一手酿成的恐怖 在后面追赶他 抓住了他的喉咙把他摇来晃去 像发高烧似的 他现在该怎么办 逃到哪里去 这里已经是镇外的森林中了 离他住的地方有一刻钟的路程 他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自从他孤立无援以来 这里的一切都好像变了样 显得更加充满敌意 更加令人憎恶 这些树木昨天还友好的对他沙沙作响 可现在却突然阴沉地咆哮起来 像是一种威胁 这一切 他眼前的这一切 还要变得更加陌生和疏远吗 面对这广袤而生疏的世界 这种孤独感 使孩子感到头晕目眩 不 他还不能承受这一切 他还不能单独承受这一切 可是现在他该逃到哪里去 回家去 他怕他父亲 他父亲很容易发火 很严厉 会立即把他送回来的 他不愿意回去 宁愿逃到危险的 没有熟人的陌生地方去 他觉得他永远不能 再见他母亲的面了 一见到就会想起 自己曾用拳头打过他 这时他想起了祖母 那个和蔼慈祥的老人 从他小时候起就溺爱他 每当他做了错事 受到责骂时 他总是自己的保护者 他想到巴登 去躲在他那里 等到父母亲火气消了 再从那里给他们写一封信 向他们赔礼 在这一刻钟的时间里 他是如此沮丧 只身处在这世界上 有的只是一双软弱无力的手 他诅咒他的傲慢 被一个陌生人用谎言所激起的 他那愚蠢的傲慢 想重新做一个从前那样的孩子 听话 忍耐 不自负 他现在已经感觉到 这种自负 夸张到了多么可笑的程度 可是 怎么到巴登去 怎么翻过这山川河谷 他急忙用手掏了掏 总是随身带着的钱包 哦 上帝保佑 那个崭新的二十克朗的金币 还在熠熠闪亮 这是他的生日礼物 他一直不舍得把它花掉 几乎每天都要看看 他是否还在 望着金币 他感到愉快 觉得自己很有钱 随后总是怀着一种温柔的心情 用手帕 把它擦得亮亮的 像个小太阳在闪光 但是 这点钱够吗 这个骤然袭来的念头 使他感到惊慌 在他的生活中 他经常乘坐火车 可从来没有想过 坐火车得付钱 也没想过要花多少钱 是一个克朗 还是一百个克朗 他初次感受到 生活里有许多事 他过去想都没想过 他周围各种各样的事 都有一种固有的价值 一种特殊的重量 他在一小时之前 还自以为什么都懂 现在感到 在他不知不觉之中 千百个秘密和问题 从他身旁溜了过去 让他感到羞愧的是 他那贫乏的智慧 在他步入生活的第一个台阶时 就无能为力了 他越来越胆怯 他往下面的车站走去 步子越来越小 越来越犹豫 他曾经经常梦想 这样的逃遁 想进入生活 干翻大事业 成为皇帝或国王 英雄或诗人 而现在 他未惜地望着那儿的 一座明亮的小房子 心里想的只是一件事 那就是 到祖母那里去 这二十个客浪够不够 路轨闪着光亮 通向远处 火车站空空荡荡 冷冷清清 Edgar胆怯地走进售票处 为了不让别人听到他的话 他悄声地问 到巴登去的车票 要多少钱 一张惊奇的脸 从昏暗的隔板后 往外望了望 两只眼睛 在眼睛后面 朝这个怯生生的孩子 微笑着 一张张票吗 对 Edgar结结巴巴地说 一点也不傲慢了 只怕钱不够 啊 六个克朗 要一张 他轻松地 把他所钟爱的 那枚光滑的金币 递了上去 多余的钱找了回来 Edgar一下子又觉得 自己十分富有了 他现在手上有了这张 能够保证他自由的棕色车票 而他口袋里的银币 则在发出清脆的月声 从行车时刻表上 他知道 火车再过二十分钟就到了 Edgar躲到了一个角落里 有几个人 悠闲自在地站在站台上 可在这个不安的孩子看来 仿佛所有的人都在注视着他 似乎大家都感到奇怪 怎么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独自乘火车 他越来越往角落里缩 仿佛他的额头上明显的贴着 逃跑和罪行这两条标记似的 他终于听到了火车从远处发出的长鸣声 随后火车就隆隆地使劲 这时他松了一口气 这列车将把他带入新的世界 上车时他才发现 他买的是三等车厢的票 过去他从来都是坐头等车厢 他又觉得这里的情形不一样 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 他周围的乘客都和以前的不一样 他的正对面是几个意大利工人 手很粗糙 声音沙哑 手里拿着铁锤和铲子 他们用迟钝而愁苦的眼睛 望着前面 显而易见 他们在路上干了不少累活 因为几个人十分疲倦 在隆隆的列车上睡着了 张着嘴 已在又脏又硬的靠板上 Edgar想 他们为了挣钱而去做工 但不知他们能挣多少钱 他又一次感到 钱不是一种常有的东西 得想办法去挣来 现在他第一次意识到 他以往理所当然的习惯的是舒适的环境 而他生活的两旁 左边和右边 却是黑洞洞的 看不到底的深渊 这是他的目光过去从没有察觉到的 他第一次知道了 有各种职业 有各种规定 他周围有各种秘密 离他很近 可他从来没有注意到 自从Edgar单独一个人以来 这一小时 他就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开始将目光 透过这狭窄的车厢的窗户 望向外面的大千世界 在他那惠明的恐惧之中 有某种东西正在开始悄悄地滋长 这虽然还不是幸福 却是对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一种惊叹 在每一瞬间 他都感觉到 他的出逃 是由于恐惧和怯懦 但这是他第一次独立行动 从现实中来体验 以往从他身边疑虑而过的一切 他也许第一次成了他父母亲的秘密 正如这个世界 从前对他来说 是个秘密一样 他用另一种目光望着窗外 他觉得 仿佛第一次看到这现实中的一切 仿佛事物外面罩着的青纱陡落了 向他展示了一切 展示了事物异象的内运 他们活动的神秘神经 路旁的房舍 像被风刮走似的飞驶而过 他不由地想到了住在里面的那些人 不论他们是穷是富 性或不幸 不论他们是不是像他一样 渴望知道一切 也不论那儿有没有像他一样 把什么事都当作游戏的孩子 他第一次觉得 站在路旁挥动小旗的护路工人 并非是活动木偶和没有生命的玩具 并非可以任意搁置的物件 而他从前却是这样想的 他懂了 他的命运就是同生活做斗争 车轮滚得越来越快 现在列车沿蛇行线冲下山去 群山变得越来越矮小 越来越遥远 车已进入了平原地带 他再次回头望 群山与蓝天渐渐交融 只是依稀可变 遥不可及 Edgar觉得 他的童年 就要慢慢消散在那雾蒙蒙的天际了 列车停了下来 八灯到了 Edgar独自上了站台 这时滑灯初上 信号灯向远方闪着绿的红的光 看到这色彩缤纷的灯光 不觉想起夜已临近 他心里骤然产生一种恐惧 要是白天倒还好 因为四周都是人 他可以休息 坐在椅子上 或者看看窗垫的橱窗 可是现在人都回家了 每个人都有一张床 闲谈一番 然后度过一个田径的夜 而这时 他却怀着复旧之感 孤独地迟出街头 孤寂而又生疏 这他怎能忍受得了 要赶快找到一个毕身之处 一分钟也不要待在 空旷而陌生的天幕下面 这是他唯一明晰的念头 他沿着那条熟悉的路 匆匆走着 无暇左顾右盼 一直走到他祖母的寓所 这一所房子坐落在一条宽阔的大街上 但不是那么显眼 前面是一个实处得很好的花园 长着各种万生植物和长青藤 在这片绿荫的后面 一座洁白的 令人感到亲切的老式房子 在闪着光辉 Edgar像个生人似的 从栅栏外向里面窥望 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 窗户都关着 显然大家都同客人 到后面花园里去了 当他的手刚接触到门铃时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他突然感到 他两个小时以来 一直想得那么容易 那么理所当然的事 却是不可能的 他该怎样进去 怎么向他们打招呼 怎样承受那些问题 怎么回答他们 当他不得不说 他是从母亲那里 偷着逃出来的时候 怎样去忍受 他们的第一片目光 怎么去解释 他闯下的大祸 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行动 这个时候 里面有一扇门开了 突然一种愚蠢的恐惧 绝住了他 马上又有人出来了 他把腿就跑 也不便东南西北 跑到公园前 他停住脚步 因为那儿一片黑暗 他猜想 不会有什么人能看见他 也许他可以在那里坐下来 安静地思考思考 好好休息休息 弄清楚他的遭遇 他未熄地走了进去 前面有几盏灯亮着 照的嫩叶闪耀出阴森的水光 呈现出晶莹剔透的碧绿 往后走下山丘 那儿的一切像一堆郁闷的 黑色发酵物似的 团聚在早春之夜的绘明里 Edgar怯生生地 从一些人身边溜了进去 他们都坐在电灯光下 聊天或看书 他要独自待着 可是就是在没有灯光的 涌到暗处也不宁静 这里的一切都是怕光的 声音微弱都在鱼鱼思语 其中更混杂着 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远处脚步的拖沓声 压低嗓门的耳语声 和某种欢愉的 呻吟的 充满恐惧的喘息声 这些声音是人和动物 在昏黑的暗处 他蜷缩在一条椅子上 在考虑他到家后 该讲些什么 可是每当他要集中思想时 他就从身旁滑了过去 他不由自主地 老在地听黑暗中低沉的响动 神秘的声音 这黑暗是多么可怕呀 可又是多么迷茫 神秘的美呀 把所有这些吸缩声 沙沙声嗡嗡声都混在一起的 是动物还是人 或者仅仅是风的魔手 他地听着 是风 他不安静地在林中穿行 但也是人 现在他看清楚了 是相互搂抱着的对对情侣 他们从山下灯光通明的城市走上来 他们迷一般地在这里出现 是黑暗也活跃起来 他们要干什么 他无法理解 他们彼此不说话 因为孩子听不到说话声 只有脚 才在鹅卵石上发出的沙沙声 他时而看到 他们的身形 在光亮处像影子一样的一掠而过 都是紧紧地搂得像一个人似的 这和他先前看到 他母亲同男爵的情形一样 这个秘密 这个巨大的闪光 和充满不祥的秘密 这里也有啊 现在 他听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和一种压低了的笑声 他感到恐惧 怕走进前来的人 在这儿发现他 于是 他又往暗处缩了缩 这时 从不变无止的黑暗中 有两个人摸索着往山上走 并没有看见他 他们搂抱着走了过去 Edgar松了一口气 可是他们突然停了下来 就站在他的椅子跟前 他们把脸贴在一起 Edgar什么也看不清楚 他只听到 从女人嘴里发出的喘气声 男的 则喃喃说着一种火热的 荒唐的话语 他打了个欢愉的寒颤 恐惧之中 有一种压抑的预感 他俩停了一分钟 随后 鹅卵石在他们脚下 发出沙沙的声音 脚步声 不久 就在黑暗中消失了 Edgar一阵颤抖 现在 血 又在血管里翻腾起来 比以前任何时候 都更加炽热 在这纷扰的黑暗之中 他突然感到寂寞难忍 不可遏制的需求 主宰了他 他需要亲切的声音 需要拥抱 需要明亮的房间 和他所爱的人 他觉得 这纷扰的夜晚的全部黑暗 仿佛都沉到了 他的心灵深处 进入了他的胸膛 他跳了起来 回家 回家 回到家里 什么地方都行 在温暖明亮的房间里 与亲人在一起 他们对他能怎么样呢 答也好 骂也好 自从他感受到了 这种黑暗的滋味 和寂寞的恐惧以来 他什么都不怕了 这种想法 驱使他往前走去 不知不觉 他突然站在 祖母寓所的门前了 手又重新摸着 冰冷的门铃 他看到 现在窗户 透过绿音 闪着光亮 在想象中 看到美善明亮的 玻璃后面的 熟悉的房间里 都有人在里面 这种亲密感 使他感到幸福 这种乍道的 安适感 使他 与他所爱的人 靠近了 如果说 他还在犹豫的话 那只是为了 更亲切地 享受这种预感 这时 他稍后响起 一声刺耳的尖叫 啊 Edgar 他在这儿 祖母的女仆 看见了他 向他扑来 抓住他的手 里面的门开了 一只狗 跳到他面前 汪汪直叫 屋里的人 拿着灯走了 出来 他听到 欢叫声和惊叹声 呼喊和脚步 混成一片的嘈杂声 越来越近 现在他认出来了 最前面的是祖母 他张开了胳膊 在他后面 竟是他的母亲 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他的眼睛哭肿了 他颤抖着 未惜地处在这激动的感情中间 他无所适从 不知该做什么 该说什么 甚至连他感觉到什么也不清楚 是恐惧 是恐惧 还是幸福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他们早就在这儿找他 等他很长时间了 他母亲尽管在气头上 却也对着激动的孩子 破门而出感到惊慌 他叫人在塞莫林到处寻找 正当大家都激动不安 纷纷做出各种危险的猜测时 有位先生带来消息说 他三点钟前后 在车站售票处 见到过这孩子 人们很快从车站 得知Edgar买了一张 去巴登的车票 母亲毫不迟疑地 立即去追赶他 并事先电告巴登 和维也纳他父亲处 一片忙乱和激动 两个小时以来 一切都为寻找 这个逃亡者而忙乱着 现在他们牢牢地抓住了他 但并不是用暴力 他怀着一种 受到抑制的胜利感 被领进房间里 可是使他奇怪的是 他没有受到 他们的严厉斥责 他在他们眼里看到的 是欢心和爱抚 就算是斥责吧 这种假装的生气 也只是一转眼的功夫 随后 祖母又含泪搂抱着他 没有人再说他的过错了 他感到围绕他的 是一种奇怪的关怀 这时 女仆脱下他的上衣 给他拿来一件更暖和的 祖母问他饿不饿 需要些什么 他们都很关心地挤过来围着他 但是当他们看到他的迥态时 就不再问他什么了 他快意地重新感觉到了 那种曾受他蔑视 但却是不可缺少的孩子的感情 他对自己进来的自负 傲慢感到羞愧难当 现在他得到的特殊宠爱 是他用自己的孤独 所赢得的虚假快乐 换来的呀 隔壁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 他听到他母亲在接电话 听到他说的几个字 哦 埃德嘎回来了 到这儿来 坐墨班车 埃德嘎感到奇怪的是 母亲不再对他火冒三丈 只是搂抱着他 用奇怪的欲言又止的目光望着他 他越来越懊悔 最好能避开祖母姑妈的悉心关怀 进去请母亲原谅 十分公顺的 单独的一个人对他说 他要重新成为一个听话的孩子 可当他轻轻站起来时 祖母稍感惊慌地问道 你要到哪儿去 他羞愧地站着 他只要一动 他们就为他感到害怕 他把他们大家都给吓怕了 怕他再度逃走 他们怎么能够理解 对这次逃跑 他自己比任何人都感到后悔呢 饭桌摆好了 女仆给他端了一份 赶着做出来的晚饭 祖母坐在他身边 两眼一直不离开他 他和姑妈以及女仆 静静地把他围住 他在这种温暖的氛围里 感到十分安适 只有母亲没有进来 这使他惶惑 要是母亲知道 他现在是多么低声下气的话 那他准会来的 这时从外面传来了 淋淋的车声 随即在门前停了下来 其他人都惊讶起来 Edgar也感到不安 祖母走了出去 黑暗中各种声音传来传去 他突然知道 他父亲来了 Edgar羞怯地发觉 他现在又是一个人 独自在房间里 即使是这短暂的孤独 也使他感到慌乱 他父亲是严厉的 是他唯一真正害怕的人 Edgar细心地听着 他父亲好像很激动 说话声音很高 很恼火 在这中间又听见 他祖母和他母亲的 令人宽慰的声音 显然他俩要父亲说话温和些 但是父亲的声音一直是声应的 像他正走来的脚步声一样 这脚步越来越近 已经到了旁边的一个房间 来到门前 现在门开了 他父亲个子很高 Edgar此刻在父亲面前 觉得说不出的渺小 父亲走了进来 满脸火气 看来确实正在气头上 这是怎么回事 你这小子竟然逃跑了 你怎么能这样 使你母亲担惊害怕 他声音很愤怒 双手急剧地摆动着 现在他母亲轻轻走了进来 脸上照了一层暗影 Edgar没有回答 他想他必须为自己辩解 可是他该怎么讲 他被骗被打的事呢 父亲会理解吗 哈 你不会说话 是怎么回事 你可以慢慢地说 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你逃跑总得有个理由吧 有人委屈了你 Edgar在回忆 回忆是他愤恨起来 差点要说了 这时 他看到他母亲 在父亲背后 做了个奇怪的动作 他的心静了下来 母亲的这种动作 开始他并不理解 可现在母亲在看着他 眼里流露出祈求的神情 他轻轻地 非常轻地 把手指放在嘴上 做了个不要说的动作 孩子突然间感到 一种温暖的感情 一种巨大的狂喜 流过他的全身 他明白了 妈妈要自己保守秘密 他觉得 他那小小的嘴唇 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妈妈信赖自己 他全身浸透着骄傲 猝然之间 他产生了一种自我牺牲的勇气 他要加重自己的过错 为了表明 为了表明自己是多么值得信赖 自己是一个好汉 他鼓起勇气说 没有 没有 没有什么理由 妈妈对我非常好 可是我淘气 是我自己做错了 我 我逃跑了 因为我害怕 他父亲恶然地望着他 他一切都料到了 唯独没有料到这么个供词 他的愤怒 无从发作 你承认了错误 这很好 那我今天就不再谈这件事了 我想你得找个时间好好想想 不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在那望着他 现在他的声音温和得多了 你脸色多么苍白呀 可是我觉得 你又长高了一件 我希望你不要再耍小孩脾气了 你已经不是一个毛孩子了 该懂得些尸体了 Edgar一直都在望着他母亲 他觉得妈妈的眼里闪着亮光 或许这是灯光的反射 不 那是湿润而晶莹的泪花 妈妈的嘴上泛起一丝微笑 表明他对自己的感激 他们现在把他带去睡觉 可他不再因为他们 让自己孤零零一个人在那里 而感到悲哀了 他有多少东西 有多少丰富多彩的东西 要思索呀 近日来 他在生活中初次感受到的 巨大的痛苦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预感到 未来的生活是神秘的 他有点陶醉了 在漆黑的夜里 窗外的树木在吸缩作响 但他不再感到恐惧 自从他知道 生活是多么丰富以来 他对他就不再感到 焦躁不安了 他仿佛觉得 今天是头一次看到 赤裸裸的现实 这现实不再被童年的 千百个谎言所遮蔽 而是呈现出 他全部难以想象的 危险的未来 他从来没有想到 多姿多彩的生活中 痛苦和欢乐 竟然可以相互转换 而一想到 他面前还有许多 这样的时光 生活还深藏不漏地 等待着他 惊喜地去揭开 他的面纱时 他就感到快乐 现实生活的绚丽多彩 和对多姿多彩的 现实生活的 朦胧预感的突然袭来 是他第一次 相信他理解了 人的本质 即使他们彼此充满敌意 他们也都互相需求 被他们所爱 又是多么甜蜜啊 让他带着仇恨 去想某件事某个人 这是不可能的 他对什么都不仇恨 就是对男爵 那个勾引者 他的势不两立的敌人 也不怨恨 他对男爵 有了一种新的感激之情 因为他给自己 打开了通向 感情世界的大门 在黑暗中去想 这一切是甜蜜的 令人神往的 他昏昏欲睡 从迷梦中 轻轻浮现出 各种模糊不清的景象 这时他觉得 门突然开了 好像有人 轻轻走了进来 开始他还不大相信 他太困了 怎么也睁不开眼睛 这时他觉得 有人喘着气 用自己的脸 柔和的 温暖的 甜蜜的 揉擦着他的脸 他知道 这是他母亲 妈妈现在在吻他 用手 在抚摸他的头发 他感到了亲吻 他感觉到 妈妈的泪水 他温柔地 回应了母亲的爱抚 把这 当作是和解 当作是对他的 沉默的答谢 直到以后 多年以后 他才认识到 这泪水 是一个老之将至的人的誓言 从现在起 妈妈 只属于他 属于自己的孩子 这意味着 他放弃风流生涯 意味着 他与自己的 欲念决别 他不知道 妈妈也感激他 是孩子 把他从一种 无意的艳遇中 拯救了出来 他就用这种拥抱 把爱的 既苦又甜的重负 留给了孩子 像是一笔遗产 此刻 孩子对这一切 还不理解 但是他觉得 能这样被爱 太幸福了 他感到这种爱 又把他同世界上 最伟大的秘密 交织在一起 母亲 从孩子身上 松开了手 她的嘴唇 离开了孩子的嘴唇 身影 轻轻消失了 却留下一片温暖 孩子的嘴唇上 还留有一股气息 一种甜蜜的欲望 使他渴望 温柔嘴唇的 再度亲吻和亲切地拥抱 但是这种令人渴求的 秘密的瑕疵没想 也已被睡眠的阴影笼罩 几个小时以来的景象 又一次五彩缤纷地 飞掠而过 他青年时代的书本 又一次诱惑地翻了开来 随后 孩子沉入睡箱 他生活中更为深沉的梦 开始了 这是一个新的故事 我们房间里 突然变得那么黑暗 是大风又把银雨 吹到了城市上空 不是 空气 澄澄明静 沉寂安逸 这样好的天气 今年是少见的 现在已经很晚了 但我们竟毫无察觉 只有对面的天窗 还闪着微光 山顶上面的天空 已经蒙上一层 尖色的烟雾 再过一小时 天就黑了 这是奇妙的一小时 因为这时的色彩 比什么都好看 色彩渐渐消退 昏暗 从地上升起的黑暗 随之笼罩房间 最后 这黑油油的波浪 毫无声息地 在墙上激荡 把我们也冲进了 沉沉的黑夜 这时 若有人相对而作 相视无言 定会觉得 在这一小时里 黑影之中 对方那张亲切的面孔 显得更苍老 更生疏 更遥远 仿佛此刻两人 是隔着辽阔的空间 和悠悠岁月 在遥相凝望 但是你说 你现在不愿沉默 要不然听到钟表 把时间敲成 上百个小碎片的 滴答声 听见寂静中 病人式的呼吸 心里就会感到压抑 你要我现在就把故事 讲给你听 好的 当然不是讲我自己 因为我们始终都生活在城市里 不是在这些城市 就是在那些城市 所以生活经历贫乏 或者说我们觉得很贫乏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 真正属于我们的究竟是什么 本来此刻最好是默不作声 可是我却要给你讲个故事 但愿这个故事 会像一片青纱似的浮动在我们窗前的朦胧的光 温暖 柔和溢泻的朦胧的光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起这个故事的 我记得那天下午时间还早 我在这里坐了很久 看了一会儿书 后来就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或许已经微微睡着了 书掉在了地上 突然间我看见这里有一些人影 他们沿着墙壁忽闪而过 我能听见他们的谈话 看见他们的活动 可是正待我目送这些快要消失的人影时 我就醒了 只是孤零零一人 那本书掉在了我脚下 于是我就捡起书来 想在书中寻觅方才这些人影的踪迹 可是我在书里 再也找不到那个故事了 仿佛这个故事从书页中落到了我手里 或者书里压根就没有那个故事 这个故事也许我是梦到的 或者是在一片彩云中读到的 这是从遥远的国家 飘到我们城市上空的彩云 它带走了久久压抑着我们的银语 要不然我是从手摇风琴 忧伤地在我窗下 嘎吱嘎吱地拉的那首朴素的古老歌曲中 听到的 或者是多年以前有人讲给我听的 我搞不清了 那样的故事常常来到我跟前 我就像手里捧着水在玩 让故事里的事情从我的手指中间流掉 而不将它们抓住 犹如我们从骨碎和高杆鲜花边走过 只是抚摸一下而不折摘一样 我只是梦到过这个故事 先是突然出现一幅色彩编纷的图像 其结局倒是比较温和 可是我并未将它抓住 不过你今天要我讲个故事 那么此刻在朦胧的夜色中 我们的眼睛越来越看不清 而我们渴望见到的色彩斑斓 活跃生动的东西 却在我们眼前熠熠闪耀的时候 我就来给你讲这个故事 怎么开始呢 我觉得我得从黑暗中突出一个瞬间 突出一个画面和一个形象 因为这些稀奇古怪的梦 也是这样在我心里开始的 现在我想起来了 我看见一个瘦长的男孩子 正从一座王府宽阔的台阶上走下来 这时已是夜晚 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 可是我像拿着一面明亮的镜子 把她灵活的身体照得轮廓分明 把她的面容看得清清楚楚 她简直美得出奇 她的头梳得有点孩子气 黑黑的头发垂下来 贴在显得过高的额头上 她的一双手娇嫩而高贵 黑暗中摸索着身向前面 以感受浸透了阳光的空气的温暖 她的脚步犹豫不决 她梦幻般走下台阶 来到这座大花园 花园里许多粗壮的树木在速速作响 贯通花园的仅有的一条宽阔大道 像一个白色的跳板在闪闪发光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何时发生的 或许是昨天 或许是五十年前 我也不知道是在何处发生的 但是我想大概是发生在英格兰 或者苏格兰 因为只有在那里 我才见到过这么高大的 用宽大的方式砌成的王府 从远处看 他们宛如碉堡 桀骜不驯 有点吓人 细细观看 才会发现 这些王府都热情地俯视下面 阳光明媚 花团紧簇的花园 嗯 现在我完全确定 故事发生在苏格兰高原 因为只有在那里 夏天的夜晚才这么明亮 天空像蛋白石似的闪着乳白色的光 田野也通宵不黑 仿佛万物都在从内部发出微微的光亮 只有像黑色的昆蓬式的影子 垂落在片片明亮的平地上 是在苏格兰 哦 这一点我现在完全 完全能肯定 要是好好的想一想 我或许会想起这座伯爵府的名字 和那个男孩的姓名来呢 因为 梦幻中 那张黑色的皮 正在迅速脱落 一切我能够如此清晰地感觉得到 仿佛这不是回忆 而是亲身经历 这一年夏天 男孩在他已经出嫁的姐姐家做客 按照英国体面家庭的热情方式 他并不孤单 晚上 一大批受力朋友和他们的夫人在一起进餐 还有几位姑娘 全都是高贵的如花似玉的家丽 他们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欢声笑语 在古老的围墙上发出阵阵回音 然而却并不让人感到嘈杂喧闹 白天 骏马来回奔驰 猎犬系上了皮带 那边河上则有两三条小船在闪亮 一派忙而不乱的景象 使得生活有一种快速而惬意的节奏 现在已是黄昏 宴席已散 先生们都在客厅里坐着 抽烟 玩牌 直到午夜时分 从明亮的窗户里射出来的 边上颤动着的光束 投在了花园里 有时还传出阵阵响亮而风趣的笑声 女士们大多已经回到自己房里 或许有一两位还在前厅聊天 所以到了晚上 这个男孩便孤单了 还不允许他到先生们那儿去 或是只允许他在那儿待一会儿 到夫人们跟前去吧 他又腼腆 不好意思 因为往往他去拧太太们的房门把守的时候 他们就突然压低说话的声音 他感到 他们在谈他不该听的事情 其实他不喜欢同太太们凑在一起 因为他们问他问题的时候 像是在问小孩似的 对他的回答只是漫不经心的听一听 他们仅仅是让他干各种各样的小事 完了就谢谢他 说他是乖孩子 所以他想上床睡觉去了 而且已经从盘区的楼梯上了楼 可是房间里太热 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白天忘了把窗户关上 所以阳光把屋子晒了个透 桌子灼热 床上像是用火烤过 四壁暑气熏蒸 房角里和窗帘上闷热的暑气 还在颤颤悠悠的蒸腾 随后他想 天气还早 外面 夏天的夜晚像白蜡烛在闪亮 是那么宁静 一丝风都没有 静得消去了胡思乱想 现在 男孩又走下这座王府的高高的台阶 走进花园 黑油油的花园上空 苍穹闪着微弱的光亮 像圣徒头上的祥光 许多看不见的鲜花净土芬芳 阵阵浓郁的香气 诱惑地向他袭来 他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 这个十五岁男孩的心情如此烦乱 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但是他的嘴唇吸动着 仿佛要对黑夜倾吐些什么 他举起双手 或者久久闭上眼睛 仿佛他与这宁静的夏夜之间 有什么神秘而知心的事似的 想说话或做个问候的首饰 男孩慢慢地从宽阔的 没有什么遮挡的大道上 拐进一条狭窄的小路 两旁是高大的树木 顶上闪着荧光的树冠 像是在互相拥抱一样 树底下却是黑油油的 这时万籁俱寂 只有静谧的花园里 那种无法描述的声心 那种宛如细雨落进草里 或草精互相抚摸时 所发出的吸缩声 颤动着 像这个沉迷在甜蜜的 不可捉摸的伤感中 信不前行的男孩子飘来 有时他轻轻摸一摸树 或者停下来 聆听着微微的声息 帽子压着他的额头 于是他就把帽子取了下来 好让裸露的 血液奔腾的太阳穴 感受一下睡意朦胧的 微风的抚摸 正当他往黑暗处 走近一些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一件 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背后 立时发出擦擦的响声 他吓了一跳 帽子转过身去 就只看见一个修长的 白色身影 朝他翩翩而来 并且已经挨尽了他 他胆战心惊 感觉到自己已被一个女人 紧紧的 可又无丝毫强制的搂住 一个温暖 松软的身体 紧贴着他的身体 一只娇嫩的手 迅速的 战战利利的 抚摸着他的头发 并使他的头朝后仰 他心醉神迷地感到 嘴上沾着一颗陌生的 开了口的鲜果 两片颤抖的方唇 在使劲地瞬息他的嘴唇 这张脸离他的脸那么近 见得他连对方的面容都无法看清 再说他也不敢看 因为一阵寒颤向他袭来 他心里感到隐隐作痛 以至于不得不闭上眼睛 服服帖帖地 任凭自己成为这两片 灼热的方唇的猎物 他的两条胳膊 迟疑不定 犹豫不决地 搂住这个陌生的加厉 如痴如醉地 将这个陌生的身体 使劲压在自己身上 他的两只手 贪婪地顺着柔软的曲线游移 歇了一会儿 又继续哆哆嗦嗦地蠕动 越来越火热 越来越疯狂 女人将他沽得越来越紧 身子已经弓了起来 现在 女人躯体的全部重量 都压在他那 任凭百步的胸脯上 虽然很重 但他感到 美不胜收 女人喘着粗气 紧紧地贴着他 他感到自己 不知怎么再往下坠 双膝已经支持不住 他什么也不去想 既不去想这个女人 是怎么到他身边来的 也不去想他叫什么名字 他只是闭上眼睛 从这陌生而湿润的双唇上 贪婪的水溪玉叶穷江 指引得鸣挺大醉 情不自禁 毫无理智地驱向一股 无比强烈的激情之中 他觉得天上的星星突然坠落了 眼前光芒闪烁 他触及的东西 全都像火花似的在颤动 在灼燃 他不知道这一切 持续了多久 他这样被柔软的链子 拥锁着是否有几小时 还是只有数秒钟 在这疯狂的感觉中 在这场心摇神荡的搏斗中 他感到身上每一根神经 都在熊熊燃烧 他正在朝一种妙不可言的 眩晕状态 盘山而行 后来 突然间 这条火烫的链子 一下子断了 紧紧抱着他的那双手猛的 几乎是愤怒地松开了 陌生女人站起来 一阵风似地跑了 像一道白光从树旁一闪而过 在他举手去拽住女人之前 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是谁 方才持续了多久 他忐忑不安 魂不守舍地 倚着一棵树站立起来 他滚烫的太阳穴 慢慢冷却下来 他又能冷静地思考了 他觉得 他的一生 似乎往前挪了上千小时 他过去曾迷迷糊糊地 梦到过女人和情欲 难道突然之间 竟梦想成真了 或者说 这确实只是一个梦 他摸了摸自己 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在砰砰锤打着的太阳穴周围 确实又湿又凉 这是因为方才他俩跌进草丛 沾了露水的缘故 现在这一切又在他眼前一闪而过 他感到嘴唇又在浊然 又瞬息到了从女人吸缩作响的衣服里散发出来的荡气回肠的鲜香 他竭力想回忆起每一句话 可是一句也想不起来 现在他一下想起 女人什么话也没有说 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叫 他心里感到好声吃惊 他只听到女人嘴里酿出来的震震呻吟 拼命贬住的销魂荡魄的狂喜的绰庆 只闻到他散乱的头发散发的鲜香 只感觉到他那对压着他的滚烫的乳房 以及他光滑的肌肤 女人把他的娇躯 呼吸 颤抖着的全部感情都给了他 而他却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这个在黑暗中以爱情来袭击他的女人 是谁 他一定得要他说出一个名字来 以便解开他的惊恶和幸福之谜 这时他觉得 方才他同一为女人所经历的 那件闻所未闻的事 对以诱惑的目光凝视着 他的那个闪闪发光的秘密来说 实在是贫乏 极其贫乏和微不足道 这个女人是谁呢 他飞快地把每个可能的人都想了个遍 将住在这个王府里的所有女人的形象 统统集合在他眼前 他回想起每个不寻常的时刻 从记忆中挖出同他们的谈话 重温有可能卷入这个迷里去的五六个女人的微笑 也许是年轻的伯爵夫人一 他常常那么厉害地斥责他渐渐衰老的丈夫 或许是他表叔的年轻夫人 他那双眸子显得出奇的温柔和彩虹般美丽 或许是 想到这点他就吓了一跳 是他三位表姐中的一个 他们三人彼此长得很相像 个个都是一副文雅坚持的神情 不是 他们可全都是冷若冰霜 谨言慎行的 近几年来 他常常觉得自己是个被驱逐的人 是个病人 自隐秘的烈焰在他心里熊熊燃烧 并且闪闪烁烁地落入他的梦境以来 他是多么羡慕三位表姐呀 他们个个都那么安然填静 不晕头晕脑 没有欲念 或者说 看起来是这样 而他对自己正在苏醒的情欲 则感到惶恐不安 就像害怕残疾似的 那么现在呢 是谁 他们之中 是谁 善于如此 掩人耳目呢 经过这个问题的一番折腾 他慢慢地从心醉神迷的状态中 清醒过来了 时间一晚 排厅里的灯光已经熄灭 王府里只有他一个人还醒着 就只有他 也许还有那一个 那个他不知道名字的女人 疲倦微微向他携来 还去想他干什么 明天早晨目光一瞥 眼皮下的眼睛一闪 心照不宣地一下握手 就会向他透露这一切的 他精神恍惚地走上台阶 就像他精神恍惚地走下台阶一样 不过 两者之间可有天壤之别呀 他的血液仍然微微地激动着 白天 太阳晒热的房间 他现在觉得似乎凉快多了 他第二天早晨醒来时 楼下的马匹已经在用蹄子 蹬地跑土了 欢声笑语传进他的耳朵 中间还夹杂着他的名字 他飞快地从床上一蹦而起 早餐已经是耽误了 他急忙穿上衣服奔下楼去 受到大家兴高采烈的迎接 哦 这个爱睡懒觉的人 伯爵夫人朝他笑着说 两只明亮的眼睛里闪着笑影 他贪婪的目光在伯爵夫人脸上搜寻着 不是 不会是他 他笑得过于没有拘束 做了个甜蜜的梦吧 表叔的这位年轻夫人戏谑道 他觉得 这位年轻夫人的娇躯 好像过于瘦血 他飞快地将他们的脸逐一扫视一遍 想为他的疑问找到答案 可哪一张脸也没有以奄然一笑来向他回传心曲 他们骑马到乡下去 他用心地听每个人的声音 眼睛紧紧注视着女士们骑在奔马上 身体扭动时的每根线条和每个起伏的姿势 窥视着他们弯腰抬臂的神态 中午在餐桌上坐着闲聊的时候 他故意弯着身子挨近他们 以便闻一闻他们双唇上的芬芳 或者秀发上散出来的富裕的香味 但是一无所获 他没有得到现号 没有得到些微可以供他发烫的思想 去跟踪追击的踪影 漫长的白昼已见 天色渐渐黄昏 他本想看看书 但是一行行的字都从书页边上溜出去 突然进了花园 黑夜 奇怪的黑夜又降临了 他感觉到那不知名的女人的一双手臂 又将他捡捡抱住了 他从哆嗦着的手里把书放下 想到池塘那边去 突然间他已经站在老地方的历史路上了 对此他自己也大为吃惊 晚餐时他先里忐忑不安 一双手不知所措 不停地来回摸索无处摆放 好像被人注视着一样 他的眼睛怯生生地缩在眼帘下面 终于其他人都挪开椅子起身了 直到这时他才喜行余色 马上从往房间去的路上逃进花园 在白色小路上来回夺步 小路好似一条乳白色的雾带 在他脚下闪着微光 他在这条路上不停地迟出 排回了千百次 客厅里的灯点亮了吗 点亮了 灯终于全都点亮了 二楼上几个黑乎乎的窗户里 终于也透出了灯光 夫人小姐们都回各自的卧室去了 他若是来 只要再过几分钟就可以到了 可是现在每一分钟都在膨胀 膨胀到爆裂的程度 他先急如焚 他又在迟出了 像是被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拴着 扯着他这样走来走去 这时候突然白色的人影一闪 下了台阶 动作飞快快得他无法认出来 他像一缕月光 或者像遗失在树丛中的一条随风飘舞的纱巾 被一阵疾风刮了过来 现在 现在刮进了他的怀抱 他伸开爪子似的双臂 贪婪地将这个因为急速奔跑而发热的 充满野性的身子抱住 感觉到对方的心脏在砰砰直跳 这股热浪出其不意地袭在他的身上 在热浪甜蜜的冲击下 他以为他要晕倒了 一心只想随波流去 在暧昧的快乐和满足的波涛中浮沉 同昨天一样 这次又只是一瞬间 接着 他从陶醉中猛然清醒过来 抑制住内心的浴火 女人的娇躯 此刻在他身上贴得那么紧 他觉得这颗烹烹作响的陌生的心 是在他自己胸中跳动 但是不行 绝不能沉迷在这销魂荡魄的温柔箱里 在知道这女人的名字之前 绝不能任凭这两片正在瞬息的方唇来摆布 女人吻他的时候 他把头往后一撤 想看清楚对方的脸 可是 这里落着一片树影 在暗淡的月光中和黑发交织在一起 难以分辨 树丛太密 拂云遮掩的月亮光线又太弱 他只看见一双晶莹的眼睛 像是两颗红似烈焰的宝石 像是藏在色泽暗淡的大理石深层的两颗宝石 他一心想听他说一句话 即使只听到对方吐出的一心半点声音也好 你是谁 告诉我 你是谁 他要求道 但是这两片柔软的湿润的方唇 只是一味亲吻而不出一声 于是他想 把他弄痛 他一叫喊 不就逼出声音来了 于是他抓住对方的胳膊 用指甲戳他的肉 可是他从对方紧紧屏住的口中 听到的只是喘息声 火辣辣的呼吸 和硬不出声的嘴唇上的春情 从女人的双唇中 只是见或吐出微弱的声音 他不明白 这声音是由于疼痛 还是销魂之乐而发的 面对着固执的意志 他感到无能为力 从黑暗中出来的这个女人 征服了他而没有暴露自己 他具有无限的力量 来战胜这个玉鹤南田的郊区 却无法得知对方的名字 这一切弄得他快要发疯了 他不由得怒火中烧 想竭力拖出他的缠绕 可是女人呢 女人感觉到男孩胳膊上的劲儿 渐渐小了 察觉到男孩心里坠坠不安 就用他激动的手 抚摸男孩的头发 既是安慰又是挑动 女人的浴纸在男孩头发上摩梭时 男孩感觉到 额头上有轻微的叮当声 那是松松的锤挂于 女人手镯上的一块金属排排 一枚硬币在摆动 这是他突然生出一个想法 他像是沉溺于 醉醉野性的情欲中似的 把女人的手拉来压在自己身上 同时把这块硬币深深压进自己半裸的胳膊 直到硬币的一面在皮肤上留下一个印记 现在他已经得到了一个记号 因为记号就在他身上 所以这时他便乐得顺从 自己方才被压抑住的激情 于是他便紧紧贴近女人的身体 瞬息他方唇上醉人的快乐 默不作声地搂抱着他 跃入神秘滋似的浴火之中 后来同昨天一样 女人又突然一跃而起 逃之夭夭 不过男孩也没有想要拦住他 因为他急于想看清那个记号 这种好奇心 使他的血液都发烫了 他奔回自己的房间 把暗淡的灯光拨得雪亮 迫不及待地低头查看那枚硬币 印在他手臂上的记号 这个印记正在消去 已经不很清楚 圆周已不完整 但是有一脚还很清晰 留下的红色印痕还历历可见 印记的脚上棱角分明 这枚硬币大概是八角形 中等大小 大体上像是一便是壁 只是更有立体感 因为图案上与山丘相应的低洼 还刻得更深 这印记像火一样烫人 正当他如此贪婪地细细观看时 他感到这印记突然像伤口一样做疼 直到他把手浸在冷水里 火辣辣的疼痛才消去 这枚金属排派是八角形 现在他感到有了十足的把握 他的眼睛里闪着胜利的光 明天一切他都将知晓 第二天早晨 他是最早来到餐桌上的一个 已经来到餐厅的夫人小姐中 只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小姐 还有他姐姐和伯爵夫人 他们个个满面春风 兴之所至 谈笑风生 谁也没有去理他 这倒郑重他的下怀 他可以更好地观察他们 他的目光迅速扫过伯爵夫人纤细的手腕 他没有戴手镯 男孩这才泰然自若地同伯爵夫人说话 但是他的眼睛总是焦躁不安地往门口探望 他的三位表姐这时正一同进来 他心里又坠坠不安了 他看见他们手腕上的事物都锁在衣袖里 隐隐约约的看不清楚 可是他们转眼就落了座 恰好在他对面 Kitty 绿色头发 Margaret 是一头金发 Elizabeth的头发很亮 亮得像白银在黑暗中闪光 像金色的瀑布在阳光中飞现 这三位都像往常一样冷淡 沉静和坚持摆出一副端庄的样子 他最恨的就是他们身上的这副神器 因为他们并不比他大多少 前几年还跟他一起玩呢 现在就缺他表叔的年轻妻子了 少年的心变得越来越忐忑不安 因为他感到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 一下子他几乎反倒喜欢上 这秘密给予他的迷意般的折磨了 不过他的目光是好奇的 老在餐桌边飞快地游影 女士们的手 或是静静地放在洁白雪亮的桌布上 或是像青州在波光淋淋的港湾里般 缓缓地荡漾 他看到的只是一双双仙手 他突然觉得一只只手 犹如一个个古怪的人 犹如舞台上的人物 每个都有自己的生命和灵魂 他太阳穴上的血管 为什么跳得这么厉害 他的三位表姐都戴了手镯 这一发现使他大吃一惊 从儿童时期起 他就一直知道表姐三人脾气倔强 性格内向 可是他要加以证实的 肯定就是这三位高傲的 外表上无可挑剔的姑娘中的一位 这件事使他感到困惑 那么究竟是哪一位呢 是年纪最大 他也最不熟悉的Kitty 还是态度生硬的Margaret 或是小的那个Elizabeth 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位 他都不敢期望 他心里暗暗希望 但愿他们都不是 或者说他不愿知道那个人 可是现在他心里充满了强烈的渴望 非要弄出个水落石出不可 可以再给我一杯茶吗 Kitty 他的声音听起来像喉咙里有沙子似的 他把杯子递了过去 这么着 Kitty就得抬起手臂 伸过桌子将茶递到他面前 现在他看见Kitty的手镯上锤挂着的一块雕牌颤动着 一瞬间他的手僵住了 但不是 这是块镶嵌的圆形绿宝石 碰在瓷餐具上发出微微的响声 他的目光满怀感激地掠过Kitty褐色的头发 像是给了对方一个吻 片刻间他喘了口气 能劳驾你递给我一块方糖吗 Margaret 对面餐桌上抬起一只仙手 伸出去拿着银盒递了过来 这时 少年的手微微哆嗦了一下 他看见对方藏在袖子里的手腕上 戴着一个精巧的手镯 上面垂着的一枚古银币在摆动 银币是八角形 一便是大小 显然是件传家之宝 这可是八角形的呀 每个角都很锐利 昨天在他肉里扎下了一块印镜 他的手握得不大稳 夹糖的钳子两次都夹偏了 最后夹起的一块方糖才掉进茶里 不过他忘了喝 Margaret 这个名字在他嘴唇上浊然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惊异 他差点叫喊起来 不过他还是咬紧了牙齿 这时他听见对方在说话 少年觉得对方的声音好陌生 仿佛有人在台上向台下讲话 冷冰冰的 自真俱拙 轻轻开个玩笑 神色从容 泰然自若 他的这种肆无忌惮的谎言 真让少年感到心惊胆战 这真是晚上像野兽似的向他扑来的姑娘 真是昨天被他压得气喘吁吁 两片方唇任他狂吸蒙瘾的那位姑娘吗 他又一次蒸蒸地审视着对方的嘴唇 是的 那固执劲儿那内向的性格 只可能隐藏在这两片轮廓鲜明的嘴唇上 可是那烈焰熊熊的浴火 又向他泄露了什么呢 少年更加仔细地凝视着女孩的脸 仿佛是第一次见到他 他狂喜 震颤 幸福地差点大哭起来 他第一次感觉到 女孩显出这副高傲的神态时有多美 心怀这个秘密时诱惑力有多大 他的两道绣眉呈弧形曲线 形成一个锐角之后 就突然往上一挑 少年那春情激荡的目光 精心描摹着这两道眉毛的线条 深深钻入女孩那双灰绿色的毛子中 清凉的宝石红玉髓之中 吻着他脸庞上苍白的微微透着光泽的皮肤 将女孩此刻轮廓鲜明的紧绷着的嘴唇 软软的笼成拱形来亲吻 又在他那浅色的绣发中搜寻了一番 随后迅速往下一去 销魂地将他整个身躯拥入怀里 直到此刻他才算认识女孩 这时他从餐桌边站起来 但两膝哆嗦不已 他被女孩的外貌弄得鸣挺大醉 仿佛引了浓郁的玉叶穹江 这时他姐姐已经在楼下喊他了 已经备好做陈奇用的马匹 嘴嚼轻勒 都在那儿焦躁地踏着五步 显得很不耐烦 他们一个个迅速坐上马鞍 随即便像一对色彩缤纷的骑兵一般 上了花园林荫道 起初马匹是漫步小跑 男孩觉得这种懒洋洋的 均匀的马步 同他血液涌流的急速节拍 很不协调 然而一出大门 大家就纵马飞奔 从道路的左右两侧 迟近还在蒸腾着 薄薄的小蓝的草地 夜里的露水一定很重 因为在青沙般鸟鸟生腾的烟雾中 不时闪烁着晶莹的水珠 空气格外清凉 好似近处有道瀑布在飞泻 完整的一队人马立刻就分散开来 链条扯成了五颜六色的几节 有几位已经连人带马 消失在山间的树林里了 在这群人中 Margaret是骑在最前面的人中的一个 她喜欢姿势驰骋 喜欢近吹的疾风 戏弄她的长发 喜欢侧马奔驰 听到耳机嗖嗖风声时的那种 无法描述的感觉 在她的身后 男孩在纵马狂奔 男孩看见她那高高端坐马上的 骄傲的身躯 随着剧烈的起伏动作 弓成一条美丽的弧线 见后还看到她泛着一抹淡淡红韵的脸颊 和炯炯有神的眼睛 此刻 在她如此热情地展示自己的经历时 男孩又认出了她 男孩极其强烈地感觉到 女孩突如其来的爱情和她的欲望 她心里突然生起猛烈的欲望 现在 猛地将女孩抓住 从马上拉下来搂在怀里 再次瞬息她那难以驯服的方唇 承受她那颗激动的心 颤颤巍巍地对自己胸口的冲撞 她向马的腹部抽了一边 马便撕鸣着奔到前面 现在她到了女孩身边 几乎同她膝盖擦膝盖 马蹬相碰 发出轻微的响声 现在她非得把事情揭开 非得揭开 Margaret 她结结巴巴地说 女孩转过头来 两道剑梅往上一挑 什么事 Bob 她冷冷地问 眼睛冷淡而晶莹 男孩身上起了一阵寒颤 一直传到膝盖上 她该说些什么呢 她可找不到词了 她支支吾吾地说出了 往回走的意思 女孩问 你累了吗 男孩觉得这句话里 带有嘲弄的意味 哦 不累 可是 可是他们远远地落在后面了 男孩更加吃力地说 他感到再有片刻 他恐怕就要干出荒唐事来了 猛地朝女孩伸出胳膊 或者放声大哭 或者用像带了电似的 在她手里颤抖的鞭子抽对方 她猛然一拉缰绳 将马往回一带 弄得奔马立起了后腿 而女孩却继续往前骑驰 高挺的身子端坐马上 一副骄傲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态 其余的人很快就赶上了她 她周围想起了一阵 唧唧喳喳的说话声 但这些欢声笑语 回响在她耳畔 就同嘚嘚的马蹄声一样 没有一点意义 她没有勇气向女孩 诉说她的爱情 逼女孩说出事实真相 对此她感到十分苦恼 她想驯服女孩的欲望 变得越来越强烈 像一片红色的天穹 在她眼前坠落 为什么她不将女孩嘲弄一番 就像女孩降着性子将她嘲弄一样 她下意识地策马向前 等到坐骑风驰电车般跑开了 她心里才感到轻松一些 这时大家都在喊她往回起 太阳已经爬上山巒 高悬中天 田野上飘来一阵柔和弥散的芳香 色彩耀眼 像融化的黄金闪入她的眼帘 湿热和弄香在大地上蒸腾 汗水层层的马匹 已经懒洋洋地开始小跑 身上冒着热气不住地喘息着 队伍又慢慢地聚集在一起 欢笑声显得有气无力 大家的画也少了 Margaret也重新出现了 她的马嘴里吐着白沫 有的溅在她衣服上 头发碗的圆迹 眼看就要散开 现在只有发卡松松地别着 男孩着了魔似地 紧盯着这头金色的发辫 她思存 这头金发说不定会突然松开 披落下来长发飘洒 这个想法使她兴奋异常 几乎发狂 大路尽头处 花园的拱形大门 已经在光灿灿地闪耀 后面是通往王府的宽阔的大道 她把缰绳一扯 小心翼翼地纵马从别人身边超过 第一个到达花园 她跳下马 把缰绳交给跑来的仆人 自己则在那里等着大队人马到来 Margaret是最后到达的几位之一 她缓缓策马而来 身体软绵绵地往后倚着 像是一次销魂之后 全身酥瘫了一般 男孩觉得 她在心最神迷之后准是这副样子 想起这事 她心里便激情翻涌 狂飙顿声 她挤到女孩跟前 气喘吁吁地扶女孩下马 她扶着马凳 一只手急切不安地 就是抱住她娇嫩的脚腕 哦 Margaret 她伸吟着 喃喃的低声喊道 听到她喊自己 女孩连眼皮都没抬一抬 就泰然自若地握着男孩伸过来的手 从马上一跃而下 Margaret 你真是妙极了 男孩再次结结巴巴地说 女孩狠狠地盯着她 又把眉毛高高地挑到额头上 我认为你喝醉了Bob 你在这儿胡说些什么呢 男孩对女孩的装模作样感到愤怒 出于盲目的激情 她把还一直握着的那只手 紧紧压在自己胸口 仿佛要将这只手 戳进自己胸腔里去似的 Margaret大为恼火 脸气得飞红 她狠狠地把男孩一推 推得她一个亮腔 自己则迅速从她身边迈过 这一切发生得非常迅速 只在一念之间 所以谁也没有发现 就连男孩自己也以为 这不过是一个令人心计的梦 她的脸色如此苍白 整天激动不已 一只那位金发伯爵夫人走过时 还捋着她的头发问 她是否哪儿不舒服 她怒不可遏 竟将那条汪汪吠叫的狗 一脚踢到边上 玩牌的时候也是笨头笨脑的 惹得姑娘们都拿她来取笑 她想 今晚女孩是不会来了 这个想法害了她 弄得她闷闷不乐 无名火起 他们一起在外面花园里坐着喝茶 Margaret在她对面 但是她连看都不看男孩 男孩的眼睛一直颤颤悠悠地 望着女孩的眼睛 像有磁铁在吸引似的 可是女孩的眼睛冷冷的 就像两块灰色的石头 没有一点反应 受到女孩这般耍弄 她不禁心头火起 女孩转过脸不去看她 见女孩这副狂妄的神气 她便捏紧拳头 她觉得 她简直会一拳 把对方打趴下 到底怎么了 Bob 你的脸色很苍白呢 这时突然有个声音问道 那是小Elizabeth Margaret的妹妹 她的眼里闪烁着一道 温暖柔和的光 然而男孩却没有察觉到 她感到像是被人 抓住了什么把柄似的 怒气冲冲地说 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别让你那该死的担心 来折磨人 说了这话 她便后悔不已 因为Elizabeth的脸 刷得一下变得十分苍白 马上转过头去 眼含泪水地说 你这个人 可真怪 大家都愤愤不平地 几乎是威逼性地望着她 她自己也感到理亏 然而她还没来得及 道歉 那边桌上便传来一个 生硬的声音 那是Margaret的声音 锋利 冷峻 犹如刀刃 我压根就觉得 Bob都那么大了 还这么不懂礼貌 把她当绅士 或者仅仅把她当成年人 看待 这都是不对的 这话是Margaret说的 就是昨天晚上 还把双唇赐予她的Margaret说的 她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 眼前一片模糊 不禁怒火中烧 想必是你 恰恰是你 对于这件事 该是一清二楚的 她不怀好意地强调说 并且站起身来 由于她动作过猛 碰到了身后的椅 可是她头也不回 就拂袖而去 不过 她自己也觉得 这太荒唐 晚上 她又站在楼下的花园里 向上帝祷告 愿女孩能来 或许女孩的态度 也只不过是故作姿态 和桀骜不驯的表现吧 不 她不想再问她 不想再折磨她了 只要女孩能来 只要允许她在自己嘴上 重新感受女孩柔软 湿润的双唇 那强烈的欲望 那么所有的问题 都无需解答了 时间 似乎已经沉入梦乡 像只行动迟钝 有气无力的野兽 俯伏在王府前面 时间真是长得出奇 她觉得四周草丛中 发出的轻微的痴痴声 就像是嘲笑人的声音 轻轻摇曳的枝鸭 在细耍着自己的影子 和微微闪耀的灯光 像是爱捉弄人的手在晃动 各种声音纷乱杂塌 而且陌生 比沉寂更让人感到肝肠寸断 那边乡村里 见货有犬吠声传来 有时一颗流星嗖的 一下划过夜空 坠落在王府后面的什么地方 黑夜似乎变得越来越亮了 投在路上的树影 则变得越来越浓 那些微弱的声响 也越来越纷乱杂塌 后来飘动的浮云 又遮住了苍穹 朦胧抑郁的昏暗 笼罩着大地 这份寂寞 一下袭上他滚烫的心头 令他感到隐隐作痛 少年不住的徘徊 步子越来越急 越来越快 有时候 他朝树木怒急一拳 或者用手指把树皮抠得粉碎 他怀着满腔怒火 使劲地抠 把手指都抠出了血 唉 女孩不会来了 她本是预料到了 然而她却不愿相信 因为女孩要是不来 那就永远 永远不会再来了 这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刻 她还年轻 正值青春年华 想到这里 她便狠狠地扑倒在潮湿的苔藓地上 双手在土里乱抓 泪流满面 剧烈地轻声啜泣着 长这么大 她还从来没有这么哭过 将来也不会再这样哭 这时树丛中突然轻轻地咔嚓一声 把她从绝望中唤醒 她一跃而起 双手朝前瞎摸 一个热乎乎的东西 朝她胸口猛地一撞 真是妙不可言 她又将那个梦寐以求的娇曲 搂在了怀里 她喉咙里涌起一阵愁气 她整个存在化为剧烈的竞篮 她将这个高高的风鱼身体 紧紧搂住 搂得那陌生而又简墨不语的嘴里 发出一声呻吟 她感觉到 对方在自己的牛劲之下呻吟着 于是她第一次知道 自己主宰了她 而不像昨天 也不像前天 她成了对方忽阴忽情的脾气的猎物 她心里生起一股欲望 要为自己这上百小时所受的痛苦而折磨她 要为她的桀骜不驯 为今天晚上她当着大家的面 所说的那些鄙薄的话 为她生活中撒谎的花招而制止她 仇恨已经同炽热的爱情融为一体 因而这拥抱 与其说是柔情浅浅的亲密 还不如说是一场搏斗 少年紧紧携住女孩纤细的手腕 女孩整个气喘吁吁的身体 也随之扭动 站立不已 随后 少年又将女孩拉进怀里 使劲搂住 搂得她动弹不得 只好一个劲的低沉的呻吟 她不知道这呻吟是出于快乐 还是出于痛苦 尽管这样 她依然无法逼女孩说出一个字来 现在 她把自己的嘴唇 贴在女孩的双唇上不住的瞬息 还想把这低沉的呻吟也封住 这时 她感到对方的唇上湿乎乎的 是血 是正在流淌的血 是女孩用牙齿使劲咬着嘴唇咬出来的 她就这般折磨着女孩 直到她突然感到自己的精力 也已经消耗殆尽 一股情欲的热浪涌上心头 两人这才胸贴着胸 喘息不止 熊熊烈焰一下就熄灭了 星星仿佛在他们眼前闪烁 一切都神经错乱了 她的思想转得更加疯狂 万物就只有一个名字 Margaret 她心里烈焰腾腾 终于从心灵深处 低沉地吐出了一个声音 是欢呼 也是绝望 是渴望 仇恨 愤怒 也是爱情 这一切凝成一句话 一声呼喊 抑制着三天的痛苦的呼喊 Margaret Margaret 对她来说 这几个字音里 回荡着 世间的音乐 女孩的全身 像是遭了重重的一击似的 狂热的拥抱 一下子僵住了 她拼命地将少年一推 喉咙里蹦出一声哽咽 一声哭泣 她的动作 又变得异常激烈 不过是为了拖出身来 好摆脱 这可恨的接触 少年想出其不意地 将女孩抓住 但女孩与少年相搏 她扶手 将脸挨进女孩的时候 感觉到愤怒的泪水 正战战利利地 从女孩脸颊上 直往下流 她那窈窕的身体 像蛇一样扭动着 突然 女孩使劲将她往后一推 顺势逃之夭夭 树木间 她的衣服白光闪烁 随即便在黑暗中消失 少年又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神色慌张 茫然若失 就像是第一次 那温暖的郊躯和狂热的春情 猛地冲出她的怀抱一样 她的眼前 星星也眼泪汪汪似的 热血自离往外 在她的额头上 钻出一些细小的火星 究竟出了什么事 她摸索着 走过由一颗颗分散的树木 组成的行列 进入花园深处 她知道 那里有一个水流飞溅的小喷泉 她让喷泉的水 抚摸着她的手 银白色的泉水 向她喃喃细雨 这时月亮正慢慢从云层中露出来 在月光的反射下 清泉再奇妙地溢溢闪亮 现在她的目光清晰多了 这时突然有一阵极度的 哀伤向她携来 多么奇妙啊 仿佛是温絮的微风 从树丛中把这哀伤 吹落下来的 滚滚热泪 从她胸中喷涌而出 此时她比 哆哆嗦嗦地 搂抱的时刻 更加强烈 更加清晰地感到 她是多么爱Margaret 迄今所有的一切 战友的迷醉 战力和禁乱 以及探秘无果的愤怒 全都烟消云散 只有那忧伤而甜蜜的爱情 那几乎没有一点渴望 却无比强烈的爱情 将她完完全全地拥抱在怀里 她为什么要这般折磨女孩 这三叶 女孩给予她的东西 不是多得不可稀署吗 自从女孩教她品味了 绸缪的情意 和剧烈震颤的爱情以来 她的人生 不是突然从黯淡的朦胧中 进到危险的 熠熠闪亮的光耀中去了吗 女孩是带着眼泪 怀着愤怒离开她的呀 这时她心里涌起一个 无法抗拒的温存的心愿 希望同女孩握手言欢 希望女孩说句温柔韵贴的话 这个要求有点类似于一个欲望 将女孩静静地拥在怀里 没有任何索取 并对她说 自己是多么感激她 是的 她甚至愿意到女孩那去 低声下气地对她说 自己对她的爱是多么纯洁 她永远不再叫她的名字 永远不再逼她 回答她不怨启齿的问题 泉水银光淋淋 鼓鼓流去 少年不由得想起她的泪水 也许她现在一个人在独守空房 少年继续思寸着 或许只有这絮絮低语的黑夜 这专门递听大家的秘密 而不给任何人安慰的黑夜 听从她的话 自己离她咫尺天涯 看不到她绣发上的一丝闪光 也听不到她随风飘去的芳音 所留下的枝言片语 可是两颗心灵 却相互微依 紧紧相缠 这一切对少年来说 都是难以忍受的痛苦 渴望待在她身边 哪怕是像条狗似的 躺在她的门口 或者像乞丐似的 站在她的窗下 这种渴望 现在已经变得无法抗拒 她怯生生地 从有黑的树林中 捏手捏脚地走了出来 看见二楼的窗户里 还亮着灯光 光线幽微 黄色的微光 几乎连那棵大枫树的叶子 都没有照亮 这棵枫树 她的枝丫像手一样 想轻轻扣起窗户 在微风中朝前一伸 又往后一缩 简直是个在窃听的 黑黑的标形大汉 矗立在这扇明亮的小玻璃窗前 递听别人的隐秘 一想到Margaret 在这扇明亮的玻璃窗后 尚未就寝 或者还在哭泣 或者在想念她 少年就无比兴奋 以至于她不得不已 在这棵大树上 免得身体摇晃 站立不住 她像着了魔 呆呆地凝视着楼上的窗户 白色的窗帘晃来百去 随风细耍 一旦飘出暗处 在室内温暖灯光的映照下 就呈现暗金色 如果被吹出窗外 染上从圆形树叶之间泄露出来 并晶晶闪耀的月光 马上就变成银白色 朝里开的玻璃窗 反映出光与影 不平静的流动 宛如在描绘一块 光线明暗相间的织物 这个正昏了头的少年 正用火辣辣的眼睛 呆呆地凝视着楼上 对她来说 这些天所发生的种种事情 仿佛都用黑色的 日耳曼古文字 书写在玻璃板上了 那流动的暗影 这银色的闪光 像柔漫的烟云 漂浮在正亮的玻璃窗上 这些匆匆捕捉到的感觉 激发起她的遐想 幻化成无数闪烁不定的图像 她看见了她 Margaret 渺渺停停 翘立动人 长发披散 那头浓密的尖发 她正怀着内心的躁动不安 在屋里走来走去 见她因情欲而发烧 因愤怒而抽泣 此刻 少年透过微微高墙 犹如透过玻璃一样 看到她每个最最细小的动作 双手颤抖 跌坐在沙发椅上 默默地绝望地凝视着星光惨淡的夜空 有一会儿玻璃窗变得亮堂了 少年甚至觉得认出了她的脸庞 她正怯生生地把脸探向窗前 俯视正在沉睡的花园 搜索少年的踪影 这时 少年被强烈的感情所驾驭 既克制 又急切地向楼上呼唤女孩的名字 Margaret Margaret 不是有个影子 像白色青纱一样忽闪一下 飞快地从玻璃窗上越过吗 她看得清清楚楚的 她宁神地听 可是毫无动静 身后 酣睡的树木在轻声呼吸 无精打采的风拂过 草丛中发出轻微的绸缎式的吸缩声 这些声音变得越来越远 越来越响 会成一个温暖的波涛 随后渐渐地轻轻地平息下来 黑夜在静静地呼吸 窗户依然默默无声 银色的镜框里 欠着一幅加深颜色的画像 难道她没有听到自己的呼唤 难道她不愿再听到自己的声音 窗户上颤颤悠悠的亮光弄得少年心烦意乱 她心里的欲望从胸口里跳了出来 往树皮上重重摔去 由于这股激情来得凶猛 树皮似乎也哆嗦起来了 她只知道 她现在必须见她 必须听到她说话 哪怕是大声喊她的名字 喊得大家寻声跑来 喊得大家从梦中惊醒 自己也毫不在乎 此刻少年预感到会出点什么事 最最荒唐的事对她来说 正是她热切祈求的 就好像在梦里 什么事都一如反掌 唾手可得一样 这时 她再次抬头往楼上的窗户张望 一下就发现 靠窗的那棵树伸出的枝鸭 像路标一样 刚一闪念 她的手就已经更加使劲地 把树干抓住 突然间 她脑子开了窍 树干虽然粗大 但是摸着却柔软而有韧性 她得爬上去 爬到树上再喊她 那儿 离女孩的窗户 只有一步之遥 她要在挨她很近的地方 同她说话 不得到她的原谅 自己就不下来 少年为作丝毫考虑 只见窗户微微闪亮 在引诱她 她感到身边这棵树又粗又大 在支托着她 她很快地攀了几下 又往上一纵 双手攀住一根枝鸭 并将身子使劲往上转 现在她攀到了树上 几乎到了树顶茂密的树叶中 下面的枝叶大为惊恶 并一起剧烈地晃动起来 每片树叶都稀缩作响 会成一片波浪起伏 令人胆寒的花花声 伸出的那根枝鸭弯得更加厉害 都碰到了窗户 仿佛要给那位一无所知的姑娘 发出警告似的 爬到树上的少年 现在已经看见 房里白色的屋顶 极其正宗 灯火照映出来金光灿灿的光圈 她激动地微微发抖 她深知 一会儿 她就将见到女孩本人了 她不是痛哭流涕 就是默默抽气 再不就是 身体陷于强烈的情欲之中 难以自持 少年的胳膊快没力气了 但是她又振作起精神 她慢慢地从那根 伸向女孩窗户的枝鸭上 往下爬 膝盖磨出了血 手也划破了 但是她还在继续往前爬 几乎被近处窗户里的灯光 照了个正着 有一大粗浓密的树叶 还挡着她的视线 挡住她梦寐以求的最后一眼 于是她就举起手 想去拨开这束叶子 这时 灯光正好把她身上照得雪亮 她就朝前一弯 一阵颤抖 身子一晃 失去平衡 一个旋转 摔了下来 她栽倒在了草地上 落地的声音 轻微而低沉 犹如掉下一颗沉沉的果子 楼上有个身影 从窗户里探出身来 惊慌不安地俯视窗下 但是黑暗 纹丝不动 寂静无声 就像将溺水者 卷入深水之中的池塘 不一会儿 楼上的灯火就熄灭了 在闪呼不定的朦胧月色下 花园里 那些沉默不语的黑影中 似乎有许多 隐隐绰绰的痴媚亡粮 在大显神通 几分钟以后 从树上摔到地上的男孩 从昏迷中苏醒 他的目光 陌生地朝上仰望片刻 暗淡的天空 挂着几颗模糊的星星 在冷冰冰地凝视着他 随后他感到右脚非常疼 疼得他猛一抽搐 现在他稍微一动 就痛得几乎要大声叫喊 这时他突然知道 自己摔伤了 他也知道 他不能在这里 在Margaret窗下躺着 不能请人帮忙 不能呼喊 也不能动得发出声响来 他的额头上滴着血 他摔下来的时候 准是碰在草地上的石块 或者木头上了 他用手湿了一下血 以免他流到眼睛里去 接着他就把身子 完全往左侧蜷缩着 试着用两只手 深深地抠着泥土 慢慢地朝前移动 每次一碰到那条摔断的腿 或者只是震动一下 就会痛得一阵抽搐 他担心再次晕厥过去 然而他还是慢慢把身子 一拖一拖地往前挪动 几乎花了半小时 才到台阶那儿 他感到两只胳膊 已经麻木了 额头上的冷汗 同直往下滴的鲜血 混在了一起 现在他还必须克服 最后的严重困难 那道台阶 他忍着剧烈的疼痛 咬紧牙关 十分缓慢地往上爬去 现在他到了上面 哆哆嗦嗦地抓住了扶手 累得吭哧吭哧喘个不停 他又往上爬了几步 到了排厅门口 听见里面说话的声音 看见亮着的灯光了 他扶着门把手 拼命站了起来 突然间像是被人摔了出去似的 他随着松开的门 栽进灯火通明的大厅 他看起来一定很吓人 他跌进来的时候 满脸是血浑身是土 像一团黏黏乎乎的东西 啪的一声 立即摔倒在地 先生们祸得一下都跳了起来 乱成一团 椅子碰得砰砰直响 大家大家争先恐后地跑来救他 小心翼翼地把他抬到长沙发上 正巧这时 他还能含患乎乎地难难说话 他说他本想到花园里去 没想到从台阶上摔了下来 接着他眼前就突然落下一条条黑色披纱 他来回颤动把他缠得严严实实 动弹不得 以致他失去知觉 不省人事 马匹立即备好 有人骑马到最近的地方去请医生 王府里的人全都惊动了 闹得天翻地覆 走廊里点起了像萤火虫似的颤颤悠悠的灯火 有人从房门里朝外 小声地打听伤情 仆人畏畏缩缩 睡意朦胧地来了 七手八脚的总算把昏迷不醒的少年 抬进他楼上的卧室 医生检查出一条腿骨折了 让大家放心 并说伤者不会有危险 只不过得打上绷带 长期卧床静养 大家把医生的话告诉少年 他听了只是无力地一笑 这样对他来说并不难受 因为这样躺着倒很惬意 独自一人长期躺着 没有喧闹 没人打搅 躺在一间明亮宽敞的房间里 要是想梦见自己心爱的姑娘 树梢就会轻轻把窗子摸缩得沙沙作响 这样安安静静地 把什么事都仔细思考一遍 在梦中与仙上人邂逅 不受任何所事俗物的干扰 独自同一个个情意默默的幻象 亲密地待在一起 只要片刻合上眼帘 幻影就会来到床前 这种感觉该是何等甜美 看来恋爱的时光 恐怕不会比这些苍白朦胧的梦境时刻 更宁静更美丽 腿头几天还疼得非常厉害 然而她觉得这疼痛中 参见了种种独特的销魂荡魄的快乐 她觉得她是为了Margaret 为了这位心爱的人而忍受痛苦的 想到这点 少年就有一种极其浪漫的 几乎是过甚其词的自信心 她暗自私存 她脸上真该来个流着鲜血的伤口 这样她就可以经常露着这个伤口 就像骑士身上染着她所爱慕的贵妇人的颜色一样 再不就干脆别醒过来 摔得缺胳膊断腿的躺在楼底下她的窗前 这倒也很绝妙 想到这里 她就又做起梦来 梦见女孩第二天早晨醒来 听见自己窗户底下人声嘈杂彼此呼喊 女孩便好奇地探身往下一望 看见了少年 看见她枝残体碎地躺在自己的窗下 为了她而命负黄泉 少年看见 女孩一声呼叫栽倒在地 她耳朵里听到了这声尖叫 接着就看见女孩那绝望和苦闷的神态 看见她身穿黑色丧服 阴郁而严肃地度过自己整个怅然若失的一生 若是有人问起女孩的痛苦 她嘴唇上便闪过一丝微微的抽搐 就这样 少年整天都沉迷在梦境中 起先只是在黑暗中才做梦 后来睁着眼睛也照样做 不久她就习惯于愉快地回忆那个可爱的形象 并且乐此不疲 对她来说 已经不存在太亮太吵的时候了 光线再亮 她也能够看见一个影子从墙边呼闪而过 女孩的形象就来到她的跟前 外面再吵 在她耳朵里 女孩的声音也绝不会被水滴从树叶上流下来的稀里声 和沙粒在烈日暴晒下发出的嘶嘶声所消解 她就这样同Margaret说话 一说就是几小时 要不就是梦见和女孩一同去旅行 一起乘车度过美妙的时光 但是有时她从梦中醒来 现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女孩果真会哀悼她吗 她会永远记着自己吗 当然 女孩有时候也来探望这位病人 往往是正当少年在想象中同她说话 她亮丽的形象好似站在她面前的时候 正巧房门就开了 她走进了屋 真是亭亭玉丽光彩照人 不过同少年梦中邂逅的那位姑娘却是判若两人 因为她并不默默含情 俯身亲少年额头的时候也不像梦中的Margaret那么激动 女孩只是坐在她的沙发椅里 问少年身体怎么样 是不是痛 并讲一两件有趣的小事给她听 只要她在 少年总感到甜甜的 心慌意乱 手足无措 连看都不敢看她 她往往合上眼皮 以便更好的聆听女孩的声音 将她说话的声调深深吸进自己心灵中去 这音调是她自己的音乐 她还将连着几小时在她周围回响和飘荡 对于女孩的问题 少年的回答犹犹犹豫豫 因为她太喜欢沉默了 沉默中她可以只听见女孩的呼吸 在心灵深处感受到单独同她相处在空间里 在这宇宙空间里 每当她起身往房门走去的时候 少年就不顾疼痛 费劲地撑起身子 好再次将她灵巧的身段的每根线条 描画在自己心里 在她重新坠入自己虚无缥缈的梦幻现实中去之前 好再次活生生地将她拥抱 Margaret几乎每天都来看她 不过Kitty和Elizabeth 那位小Elizabeth 不是也每天来吗 Elizabeth甚至总是那么惊吓地望着少年 用那么温柔体贴的声音问她 是否觉得好些 她姐姐和别的夫人 不也是天天都来看她吗 他们大家难道不是同样对她极其关切吗 他们不是也待在她身边 给她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吗 他们在她那儿待的时间甚至更长 因为他们在那里就会将她的奇思遐想吓跑 把她从清醒的沉思冥想中唤醒 让她跟他们东拉西扯谈天说地 她真希望他们大家都别来 只有Margaret一个人来 只待一小时或者仅仅几分钟 然后她又独自一人待着 与女孩梦里相会 无人打搅 不受骚扰 轻松愉快 像架着几片柔云 完全顿入自己的内心 与令人欣慰的她的爱情偶像 欢慧 因此 有时她听到有人在转门把手的时候 就闭上眼睛 假装熟睡 于是 来探视的人就颠着脚尖 捏手捏脚地走出房去 她听见门把手 犹犹豫豫地关上了 就知道现在她又可以重新跳进她 温暖的梦幻之海中去游泳 让梦幻温柔地将她带向最迷人的地方 有一次发生了这么件事 Margaret已经来看过她 只待了一会儿 然而女孩的头发却给她带来了 花园里浓郁的芳香 盛开的茉莉所散发的醉人的香味 以及女孩眼睛里喷出的八月娇阳的白色的烈焰 少年明白 今天不能指望女孩再来了 那么这个下午将是漫长而明亮的 她将欢快地在甜蜜的梦境中度过 因为大家都骑马出去了 所以没有人会来打搅她 这时又有人再迟疑不决地开门了 她便闭上眼睛 装出熟睡的样子 但是进来的那位并没有退出去 而是没有一点声响地关上门 以免把她吵醒 在这寂静无声的房间里 这一切她听得十分清楚 现在 见来的人小心翼翼 捏手捏脚 几乎脚不沾地来到她跟前 她听到一群微微的吸缩声 并听到对方坐在了她的床边 她浑身发烫 透过紧闭的双眼 她感觉到那个人的目光在自己脸上游移 她的心开始惶恐不安地砰砰直跳 这是Margaret 肯定是 她感觉到是她 可是她现在不睁开眼睛 只是凭感觉知道女孩在自己身边 这种刺激就更加甜蜜 更加剧烈 更加激动人心 也更加隐秘 更加撩人 女孩要干什么 她觉得 这几秒钟长得无穷无尽 女孩只是一直看着她 仔细观察她的睡眠 现在她毫无防卫能力 只能闭着眼睛 游着女孩去观察 她知道 若是她现在睁开眼睛 她的眼睛就会像一件大衣 将Margaret大惊失色的脸 过进她温情默默的眼神里 这种感觉虽然不舒服 却令人陶醉 她像电流通过全身的毛孔 让人奇痒难当 但是她一动不动 只是压低 由于胸口憋气而变得急躁不安 粗声喘气的呼吸 一门心思地等着 等着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她只是觉得 女孩似乎更低地朝她俯下身子 她似乎感觉到了那股清香 她熟悉的双唇上溢出的那股温润的 紫钉香的清香 离她的脸庞更近了 现在女孩把自己的手 放在她的床上 少年的血液像一股热浪 从她脸上流到全身 女孩的手隔着被子 顺着少年的手臂轻轻抚摸 动作不急不躁 小心翼翼 使她有种被磁铁所吸引的感觉 女孩的手摸到哪里 她的血液便剧烈地流向那里 这种轻轻抚爱的感觉 真是妙不可言 既令人陶醉 又使人振奋 女孩的手臂还一直顺着 少年的手臂在抚摸 动作缓慢 但是颇有韵律 这时 少年贪婪的眼睛一眯 从眼皮缝中往上窥视 起初 眼前茫茫茫茫一片紫红 只看到摇曳不定的灯火 映出的一片云雾 接着 她看见身上盖的那条 有深色斑点的被子 现在察觉到 这只正在抚摸的手 她仿佛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 她朦胧地 非常朦胧地 看见了这只手 只是一束窄窄的白色光亮 像一片明亮的白云 飘过来 又缩回去 她将眼帘的缝隙 不断张大一些 这时 她清楚地辨认出了 女孩那像瓷器一般 洁白鲜亮的手指 看到手指微曲 向前摩缩 接着又往回移动 虽然有引逗挑弄的意味 却充满了内在的活力 手指像触角似的 爬过来 又缩回去 在这瞬间 她感到 这手 也是某种特殊的东西 活的东西 就像一只 依偎着衣服的猫 像一只 缩着爪子 胶态十足 呼噜呼噜 挨尽你的小猫 倘若猫的眼睛 突然开始炯炯发亮 她也不会感到惊讶 果然 这洁白的手 抚摸过来时 眼睛不是在 熠熠闪光吗 不 那只是金属的光泽 是黄金的闪光 现在 这只手又在 往前摩缩 她看清了这光泽 那是一块 锤挂在手镯上 微微颤动的 金属排排 那块神秘的 露了行迹的排排 八角形 一便是硬币大小 这只手 属于Margaret 正在亲热地 抚摸着自己的胳膊 顿时 少年心里 生起一股欲望 要把这只柔软 未戴戒指的 裸手抓住 放在自己唇上 来狂吻蒙顺 但是这时 她感觉到 女孩的呼吸 感觉到 Margaret 那张脸 挨她的脸很近 她再也忍不住 继续低垂着眼帘了 她喜出望外 满面春风 睁开眼睛 盯住这张 挨得很近的脸庞 这一下 吓得女孩 魂飞魄散 猛不迭地 把脸缩回去 现在 那张低幅的脸 头下的影子 已经消失了 亮光洒向那激动的花容 少年认出了 Elizabeth Margaret的妹妹 这位不同反响的 小Elizabeth 这一发现 使她全身猛然一阵 犹如遭到了重重的一惊 是做梦吗 不是 她凝视着那张 刷的一下 变得飞红的脸庞 女孩只好 怯生生地 把眼睛移开 这是Elizabeth 她一下子就意识到 那个可怕的误会 她的目光 急不可待地 往下一动 集中在女孩手上 果真 手上挂着那个牌牌 她的眼前 青纱开始飞旋 她同当时的感觉 完全一样 同那次晕倒在地时的感觉 完全一样 不过她咬紧牙齿 她不愿失去知觉 往事统统压缩在一分钟内 闪电似的从她眼前飞过 Margaret 她的惊讶和高傲 Elizabeth的微笑 这奇怪的目光 那像剪墨不语的手 在将她抚摸的目光 不 这不可能发生误会 她心里生起的 唯一的一线希望 她注视着那块牌牌 说不定 是Margaret送给她的呢 是今天 或是昨天 或是以前所送的 这时 Elizabeth已经在跟她说话了 她方才这阵超强度的回忆 准是把她的面容 弄得很难看 因为女孩 惶恐不安地在问她 你身上很痛吗 Bob 她俩的声音 何其相似呀 少年在想 而对于女孩的所问 她只是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啊 是啊 这叫做 哦 不 我觉得很好 又是一阵沉默 可是那个想法 像热浪一样 不断地涌来 这块牌牌 也许只不过是 Margaret送给她的 她知道 这不可能是真的 可是她还是非问不可 啊 你这块是什么牌牌 哦 这是一个美洲国家的 一枚钱币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 这是Robot叔叔 有一次给我们带来的 给我们 她屏住呼吸 现在 女孩不得不说了 哦 是的 给Margaret还有我 Kitty没有药 我不知道 她为什么不要 少年感到 她的眼睛一湿 眼泪快要涌出来了 她小心地把头别在一边 使Elizabeth看不见她的眼泪 现在 泪水一定已经到了眼皮底下 逼不回去了 正在慢慢地 慢慢地从面颊上滚落下来 她想说点什么 但是又怕自己的声音 由于啜泣得越来越厉害而变样 两人都沉默着 互相坠坠不安地窥视着对方 后来Elizabeth站起来说 我现在走了 Bob 让你早日康复 少年闭上眼睛 接着轻轻一响 门被带上了 像一群受惊的鸽子 现在她和各种思绪 纷纷飞向高空 此时她才认识到 这次误解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她对自己所干的蠢事 感到羞愧和懊恼 但同时也感到剧烈的痛苦 她明白 她永远地失去了Margaret 但是她觉得 自己对她的爱丝毫未变 这种爱 现在也许还不是绝望的可念 不是对于不可企及的东西 所抱的那种绝望的可念 而Elizabeth 她呢 少年像是在火头上 把女孩的形象从身边推开 因为女孩的倾心奉献也罢 她现在抑制着的情欲的烈焰也好 对自己来说 都远不及Margaret玩耳一笑 或者是她先手曾经与自己的轻轻相处 假如Elizabeth当时让自己看到了她的真容 自己是会爱她的 因为在那些时刻里 自己的激情还是天真无邪的 但是在经历了千万次梦境之后 现在Margaret这个名字 已经深深地烙在自己的心里 自己已无法将这个名字从生活中抹掉了 她感到眼前一片昏暗 连续不断的思绪在泪水中渐渐模糊起来 她竭力 想用魔法 把Margaret 她的身影变到自己眼前来 就像她在因为受伤卧床的那些日子里 在那些漫长的寂寞时刻里所做的那样 但是这次没有成功 Elizabeth睁着一双深深渴望的眼睛 总是像影子一样挤进来 这么一来就全乱了套 少年又得重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痛苦地回向一边 每当她想起 她曾经站在Margaret窗前 呼唤她的名字 她就感到汗颜无地 对于Elizabeth这位文静的金发姑娘 她又深表同情 在那些日子里 她从来没有对Elizabeth 说过一句好听的话 也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她 那时她对女孩的感激之情 本来应该像火一样 焕发出来的 第二天早晨 Margaret到少年床边来待了一会儿 有女孩在旁边 她浑身打起了寒颤 也不敢看女孩的眼睛 她在跟自己说什么 她几乎没有听见 她太阳穴里嗡嗡地响声 比女孩的声音还大 直到女孩离去的时候 她才又以眷恋的目光 将女孩整个身影紧紧搂抱 下午 Elizabeth来了 有时她轻轻摸摸少年的手 这时她的手上就传达出一种细微的亲密柔情 她的声音很轻 有点忧郁 说话的时候 她心里总有点害怕 进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好像她怕谈到自己 或是谈到少年的时候 会把秘密泄露出来似的 少年也说不清楚 自己对她抱着什么感情 对于女孩 她心里有时像是同情 有时又像是对女孩的爱所怀的感激 但是她什么也不好对对方说 她几乎不敢看女孩 生怕欺骗她 现在女孩每天都来 待的时间也长了些 仿佛从他们之间的秘密揭开的那一刻起 那种忐忑不安的感觉 也无影无踪了 可是他们还从来不敢谈起那件事 谈起在昏暗的花园中的那些时刻 有一次 Elizabeth又坐在少年的靠背椅旁 外面是灿烂的阳光 摇曳的树梢投进屋里的一抹绿色的反光 在壁上颤颤抖动 此时此刻 女孩的头发红得像燃烧的云彩 她的肌肤白皙而透明 她整个显得艳丽娇媚 轻盈飘逸 少年的枕头那儿有一片阴影 从那里看到女孩面露微笑 近在咫尺 但是 这张脸看起来 又好似远在天边 因为她脸上有阳光照着 而这阳光 却照不到自己 见她出落的这般一态万方 种种往事 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女孩朝少年俯下身子的时候 她的眼睛 似乎变得更为深沉 好似两个黑陀螺 在转进里面去 就在女孩的身子 往前伸的这个袋 少年的胳膊 就是将她身子一搂 让女孩的头 俯在自己面前 吻着她那小巧 湿润的双唇 女孩浑身哆嗦得很厉害 但并没有反抗 只是带着一丝淡淡的哀怨 用手捋着少年的头发 接着 她以极其微弱的声音说 你爱Margaret 你可是 你可是只爱她的呀 声音里含着 柔情默默的哀伤 少年感到这无私奉献的声调 这毫不反抗的淡漠的绝望 一直被铭记在她的心头 而使她深受震撼的名字 则一直唠嗑在她的灵魂里 可是此刻她却不敢撒谎 她沉默着 女孩儿再次轻轻地 几乎是蜻蜓点水般 吻少年的嘴唇 随即便一声不吭地走出房间 这是他们唯一一次谈起这件事 几天以后 他们把这个康复的少年 领到楼下的花园里 最早掉落的黄叶 已经在花园的路上互相追逐 早来的黄昏 已经让人想起秋天的哀愁 又过了几天 少年独自一人 费尽在枝压交错 色彩艳丽的树丛之下漫步 也是今年最后一次 到花园里来散步 阵阵秋风 刮得树木在那里叙叙叨叨 声音比那三个温暖的 夏夜里的声音更大 更不乐意 少年忧伤地向那个地方走去 她觉得 这里似乎立起了一堵 看不见的黑墙 墙的后面 在朦胧中已经模糊不清 那儿是她的童年 她的前面 则是另一片土地 既陌生 又危险的土地 晚上 她去磁行 再次细细凝视了 Margaret 她那张脸庞 仿佛 她要将这张脸 终身饮损似的 她忐忑不安地 把手伸给 Elizabeth 女孩的手 女孩的手热情而急切地握住少年的手 她的眼光 从Kitty 从朋友们 从她姐姐脸上几乎只是一晃而过 她知道 她爱上一位姑娘 而另一位姑娘却爱慕着她 现在她的心灵里就满满地装着这种感觉 她的脸色非常苍白 她脸上的那种苦涩的特征 使她看上去不再像个孩子 她第一次看起来像男子汗了 可是 马拉着车子一起动 她就看见Margaret淡默地转身往台阶上走去 而Elizabeth的眼睛里则突然闪过一道湿润的亮光 女孩紧紧地抓住台阶的扶手 这时 新进的种种体验一起涌上心头 她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哭得泪如雨下 离王府越来越远了 马车一路扬起高高的尘土 透过滚滚黄尘 那昏暗的花园变得越来越小 原野的景色时时跃入她的眼帘 最后 她经历的一切都消失在她的视线之外 剩下的 只有那些你争我夺争先恐后的回忆 马车经过两小时的路程 将她带到附近的火车站 第二天早晨 她就到了伦敦 又过了几年 现在她已经不是孩子了 可是那个初次经历 刻在她心里的印象太强烈 任何时候都不会消退 Margaret 还有Elizabeth 这两个人都已经结婚 但是她不愿再见到他们 因为有时回想起那些时刻 就有排山倒海的力量向她袭来 使得她觉得她后来全部的生活 同这段回忆的现实相比 好似仅仅仅成了梦幻和想象 她变成了与女人的爱情再也无缘的那种人 因为她在自己生活的一个瞬间 把爱和被爱这两种感觉 如此天衣无缝的合二为一 所以任何欲望都不会再促使她 去寻找那么早就落入她那哆哆嗦嗦 惊慌不安和任凭百步的孩子之手的东西了 她到过许多国家 是一个无可指责文质彬彬的英国人 许多人认为这种人毫无感情 因为他们如此沉默寡言 他们的目光对于女人的脸庞和他们的微笑 总是视而不见 显得十分冷淡和无动于衷 谁能想到 他们内心都深藏着那些 时刻吸住他们目光的形象 这些形象溶进了他们的血液 他们的血液永远围着那些女人 熊熊燃烧 就像圣母玛利亚向前的一盏长明灯一样 现在我也知道了 我是怎么想起这个故事来的 我今天下午看的那本书里 也夹着一张明信片 这是一位朋友从加拿大寄给我的 那是有次我在旅途中认识的一位年轻的英国人 在漫漫长夜 我常常同他一起聊天 他的话里 对两个女人的回忆 有时会神秘莫测地突然闪亮 犹如远方的立像 在一瞬间 他们就永远同他的青春联系在一起了 我同他的聊天 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当时的谈话 我大概也已经忘记 但是今天 当我收到这张明信片的时候 这个回忆 又从我心里生起 并且同我自己的种种经历 梦幻般地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 这个故事 我仿佛是在 从我手里滑落的那本书里看到的 要不 就是在梦里发现的 但是 现在屋里变得多么有暗 在这深沉朦胧的夜里 你 离我多么遥远呢 我猜想 你的面容就在那里 但我只看到一片柔和明亮的闪光 我不知道 他在微笑 还是在悲伤 我为那些 只有点头之交的人 编造了一些奇异的故事 梦想出各种不同的命运 然后 再让他们重新安然回到他们的生活 和他们的世界里去 你是 为此而笑 这男孩与爱情失之交病 他由于一时的沉迷 便永远离开这座 带着这个甜蜜的梦的花园 或者说 你是因为这个男孩而悲伤 看 我并不希望这个故事 染上忧郁而低沉的情调 我只想给你讲一个 突然之间受到爱情袭击的男孩的故事 他自己的爱 和另一位姑娘 和另一位姑娘 对她的爱 但是人们晚上讲的故事 都是会走这条淡淡的忧郁之路的 朦胜的夜色降临在这些故事之上 给他们披上青纱 栖息于晚间的种种悲伤 绘成一个没有星星的苍穹 笼罩着这些故事 让黑暗 渗进故事的血液 于是 故事所具有的那些 明快光亮 色彩斑斓的话语 就带上了一种 浑厚而沉重的音调 仿佛这些故事 都来自 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生活